我们到了恩城同乡会与众人聚齐 不久 装载的卡车来了 大家纷纷跳上去 跳不动的上面有人拖 孩子则是丢的接的 妇女们哭着 瑞声叫喊 但是这时候 可绝没有人爱 没有人怜 就是自己最亲爱的配偶或骨肉吧 到危急时 听到的也只有厌恨的份 喝着骂着说道 快呀 人家又怎么上来的 再不车子要开了 说着车子果然开了 他不问这家人口是否齐全 老得又得如何伤心 开始之际 如果有人攀驻跟跑 寻谱边上来边打 但那也是慈善的灰机呀 再不然 必有车轮拧伤人的惨剧了 只见卡车一辆辆驶去 我连上前也不敢 更别说举步试跨了 张老先生的侄子说 那可怎么好往上送啊 我先上去来托你吧 于是我抱着婴儿 林妈在底下抱起我来往上送 张老先生的侄子 先蹲着身子 伸手来接 我哭着嚷痛 可是也管不得了 最后连林妈也托上来了 总算没有失落人 只是东西像有掉下的 可是也不及减点了 到了船部 哪里还挤得进去啊 我们插在人丛中 从上午直晒到下午 太阳的光线倒还不是顶列的 只是汗臭与拥挤相当的难碍 我不放心把婴儿交给别人 只字自己拼命死抱着 他倒也不提哭 鼻子羞羞有气 面旁虽然给晒得通红 但还总不至于死吧 只要挨到船上 我想 他的小性命可以保全了 轮船的另一端 由巡捕拦住了 让三两个衣裳楚楚的女人上来 张老先生的侄子 瞧见了萌问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告诉他 说那是船主的太太上来了 他便想过去 请求让我也从那边上船 然而他根本没法跑过去 于是只好站在原处大喊 却给别人吆喝几句 看看我快要站立不住了 林妈掉下来来说 小姐 我们还是回转去吧 就是死也死在家里舒服些 张老先生的侄子说 你有本领挤出去 倒也好了 如今只好咬牙拼命 看太阳厉害还是人厉害 正说间 前面的巡护大声喊了 说是妇女及小孩先上船 男人退后 这是紧要时的外国派头来了 可是许多男人却不愿意离开妻儿 他的妻儿也捏住他的臂膀 不肯放他走 最后还是群母用皮鞭解决了 捡衣服破旧的老太龙中的男人先打 于是大伙赶紧退后 又是一阵难堪的拥挤 我的身旁 有一个中年生胡子的男人抢不上钱 给张老先生的侄子一把扯下来的 你不听见吗 男人不许先上去 一面说 一面把我推向前 那胡子也勃然大怒向他理论道 那么你不是男人吗 张老先生的侄子 一面帮我开路一面说 我是护送妇女的 那胡子答道 原来如此 我也不是不护送妇女啊 说着 把一个穿着黑香云纱衫裤的妇人 推到我面前来 我叫林妈紧跟着 一面自己随着那妇人一步 到了进口处 原来寻仆同她是自己人 便把别的女人推开一把 放她过去 我与林妈也就一同跟了过去 那时 张老先生的侄子一不知去向 我与林妈一步步摇晃着挨上船来 直接 满坑满谷的都是人 我问官昌在哪 有人回答道 你随便捡个座位吧 蹲在哪儿便是哪儿 过一会儿 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了 于是我们 便寄进眉仓间了 旁边一条台舟席上 已经坐了三四个人 一个俊俏脸庞戴眼镜的男人 招呼我道 你抱着孩子吃力 不妨也在席上坐一会儿吧 同事一路逃难人 大家不必客气 我谢了一声屈膝坐下 婴儿在喉咙底下咕噜坐下 我恐怕她不中用了 旁边的女人都凑过头来看 给她吃些奶吧 但是天晓得 人已经疲乏得快要死了 还从哪里分泌出奶汁来 我叫林妈冲奶粉吧 林妈说 哎呀 不好 奶水瓶不知失落在哪儿 于是我叫茶房 哪里还有什么茶房来伺候你 一滴水也没有 只好干喘气 于是有一个妇人 摸出一块饼干 叫我嚼着给她吃吧 这时候 哪管卫生不卫生 只要能够延长生命半壳 便半壳也好 我吐给婴儿一大口嚼烂了的饼干 但她还是烟塞了 我只想睡下去 林妈盘西坐在梅堆上 我的头 震着她的大腿 没舱里 没有窗 几百个人挤在一起 四面只有两个小圆洞可以透气 还有人一根一根地抽着香烟 我不禁两眼一黑倒插过去 那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扶起我 陪我上船边就站了一会儿 海风披面吹过来 只使我浑身一颤 颤后才半个月呀 我的天 便是铁打的身子 也熬不住啊 后来那男子 又扶着我走回舱内 我只觉得口内即可 他替我到处讨开水讨不来 过了片刻 轮船中 有人卖海水了 八个铜板一碗 我也顾不得性命 只字摸出铜钱来 联合了两碗半 林妈在旁 掉泪苦圈 我把最后半碗让给她喝了 夜来 我迷迷糊糊躺在席上 婴儿又林妈抱着 只见他们一老一少 都显得憔悴异常 我只觉得心中一阵阵的酸楚 仓皇地出走 把一切心爱的事物都丢起了 不知何年何月何日 得与他们重逢呢 也许永远不 未惜他们又将落入何人之手呢 舱中忽然有一对夫妻相骂起来 声音越来越高 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惊醒过来 这对夫妻可真了不得 骂起来上至祖宗三代 下级床地之事 无不骂地淋漓痛快 他们的精神也特别地旺盛 越骂越有劲 继而男的撸起拳头想动手 女的也放下孩子挺身上前更不相让 旁边的人拍手喊好 像是服一贴兴奋计 好像中国的民族复兴就在此一举 后来可惜是孩子哭了 这出全武行便没有做成 不过总也给人们相当一些资料 于是有从这个女人而易谈到一切泼妇 谈到怕老婆的事儿 谈到武则天 谈到权匪作乱时的红灯教中的女将等等 越扯越远越有兴趣 有的则是从夫妇之道讲起 婴儿千吉三从四得啦 悠闲真净啦 一切一切的凉红梦光之类的模范夫妻了 例子总也不会少 这可不在话下 也有喜欢猥亵的 对于骂人语句颇觉耐味 如此这般讨论下去 也就洋洋成大官了 总之 这次逃难夜里得死一骂 也可大赞做人们的精神一番 致使我至今不会忘记 次晨 我带着无限的兴奋与喜悦的心情 急急往家赶去 路上 只听见有一个轻嘴薄舌的流氓 在取笑道 人家还讲上海人漂亮呢 天哪 我看他就像个火鬼 果然回到家中 他们也像见鬼似的 觉得我讨厌 而且可怕 公公 劈头就对婆婆说 我是正想叫重贤到上海去呢 谁知道他们就回来了 十九 必居乡下 婴儿 咕咕哭着 只有五岁的薇薇 睁大眼睛看 别人没有心绪 仿佛 大货已经临头了 愁眉苦脸的 林妈惦记着乡下的家 坚持要回去一趟 我们苦留不住 老黄妈 则据婆婆说 是在今年上半年 便坐不动了 由她的女儿上来 接了回去 家中 新换了一个童妈 浓术眉毛 三角眼 块头 特别大 右手勤了杯浓茶 递给我 说话很乖巧 但样子很凶 贤说 我那天真急得要死 到了杭州 就给您打电话 离家以后 又打了一个 预备过几天 就回上海了 不想你们却赶来了 我不禁沉着脸 冷笑道 真的是我来错了 倒辜负你的好意了 嫌扭你了半耍 盲解释 我不是说你来错了 我是说你若不来 我就要回上海了 不知道你可曾 收到我的电报没有 我不禁鼻子里 哼一声道 哼 也许电报正同你一样心思吧 去在家中 好好多耽搁几天 要捡个黄道吉日 才能动身呢 公公在旁 不禁长嘘道 这是什么时候了 你们两个 还空头争论 我看不久 连恩城也保不住了 家里有了孩子 危急之际 多难逃 杏英前几天归宁 我已经催她 速速回去了 我看怀青 也犯不着 跟我们同冒险 最好暂时到你母亲处 去避邪室吧 她已经于半月前 搬到乡下去了 那地方倒是顶安全的 我心想 你们倒是好算盘 女儿催着回夫家 媳妇催着回娘家 那也未免太如意了吧 于是假装不懂 认真地说道 公公 你说哪来的话 你们两个老人家 同闲都在这儿 我又怎么可以 心自走了呢 女子 驾则从夫 你放心 我是什么也不怕的 她也没有话说 第二天 有人来说是 乐土镇飞机场 被炸了 于是他们又吓得 魂不附体 婆婆和公公 商议了一番 于是又说 我看还是这样吧 卢家宴 最近还算太平 阿唐他们都在一块 我们不如把东西 都搬过一半去 让贤同怀青 跟这个小丫头 先去住着 我们若遇到紧急时 也带着微微 同来便了 我这才没有话说 三天后便下去了 那是产后的 第二十一天的事 卢家的房子 也不少 左近他们自己住 右近 让给我们使用 我们在乡下 喊了一个女佣 人很老实 就是小菜 不会烧 小女儿 奶不够吃 我吵着要闲 上城去买奶粉 卢家老太太 连说 那用不着 只要在村庄上 找一个吃帮奶的 来便了 问题也就如此解决了 人住在乡下 生活便变得平大而无聊 清早起来 只连着打哈欠 我对贤说 满月之后 我跟你到外面 去瞧瞧风景吧 贤苦笑着回答道 一片泥田 和几个衣服蓝绿的农夫 除非你是罗普文学家 我才不感兴趣呢 其实我倒不是 罗普文学家 我只是想保持些 罗曼提克风格 然而罗曼提克风味 碰到现实便粉碎了 我立在小河边 看见几个 短打赤脚的乡下老过来 就只怀疑他们不是好人 因而对于自己的 钻戒旗袍和高杆鞋 也就不免怀起 坠坠之心来 一对男女在公园里 或其他一些名圣地 也许会情话绵绵 快刀剪不断 但在秋日的郊野中 却是一片落寞 再也鼓不起兴气的 况且乡村的人 又都是少见多怪居多 见着我和贤 前后行走着 谈谈笑笑 便都围拢过来瞧 连大慌狗都莫名其妙地 汪汪起来了 不能外出 我们只能闷坐家里 早晨起来 我们便记忆着买小菜 闲喝些酒 吃过午饭 睡午觉 吃过晚饭 便更是名正言顺地上床了 平时闲来没事 她也抱抱小女儿 我眼看她这样健壮 高大的身材 踏着拖鞋 整天抱着小女儿 稀耍 不免替她暗中叫驱了 卢老太太 瞧着咸像心肝宝贝似的 一会儿送些点心来给她吃 一会儿又叫她渡遍高王惊看 阿唐 则是自己做了根钓鱼竿 无聊的时候 独自出去钓鱼玩 有时候也拖着闲去 他们两个钓了大半天 还不到似乎为小鱼 回来时 不是你埋怨我 我埋怨你 便是个人自夸说 自己的本领大 除此之外 他们似乎也没有别的见闻了 过了大半月的光景 贤对我说 他想上城里去 我问他什么事情去 他说 看看父母 两个老人家 照我的想法 他去的目的 一定是因为钱用完了 不得不到家里去拿 三天后 他回来了 犹豫地告诉我说 他想回上海去 上海不是在打仗吗 我随口问 他的回答却是严肃的 他说 上学期我教授的那个中学 现在已经签到租建内复课了 最新有通知来信 说薪金也加了些 男儿贵资历 我难道可以依靠父母到老吗 我想立想又问 那我与孩子呢 他的嘴唇 煽动了一会儿说 那可也没有法子 你还是这里暂时住几天吧 一则出去太危险 二则 钱也恐怕不够 我不见黯然起来 知道生离死别 又将开始了 极致贤决定动身的钱一夜 他身边还有五百元钱 他自己只留下一百元 把四百元银羊 统统给了我 我接着这沉甸甸的 一叠东西 眼泪纷纷掉下来 对他说 几时可以重逢啊 假如这些钱用完了 又将向哪个去讨 他说 父亲总会给你的吧 只要刻苦一些 绝不至于让你饿肚子的 我说 我情愿冒险上城去住 总可以吃碗现城的饭 留在这儿 钱用完了 若他们不送来 不饿死也会把我挤死的呀 于是贤沉甸半掌 决定带着我与小女儿 同上城去 事物都留在这儿 以便危及时 在下乡来 公婆见了我 倒有没有别的话说 只说你母亲在乡下 得知你回来的消息 也派人来问过几次 我们告诉她 说你大小平安 现在必居卢家 于是我又写了封信 去报告母亲 回城中住的消息 闲去了 在一个冷清清的早晨 小女儿还睡着 我悄悄地送她出大门 她的神色很惨淡 但却不是恐惧 将上车时 她对我说 好好在这儿住几时吧 等我生活有办法时 就来接你们去 不必牵挂我 我是不怕死的 只怕不能够自立 我点点头 心里似乎也勇敢起来 我说 请你放心着吧 我一定能够保护自己 并小女儿 只等你来接取我们 于是大家就勉强 装出笑容而别 公婆自嫌惧后 到夜处处照顾我 就是小女儿 没法吃帮奶了 时时饿着要提哭 看看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有一天 我正在起座间里 替她换尿布 不意中触到她的痒处 她便缩了身子 痴痴笑起来 我狂喜觉得 没有人可以告诉 便叫薇薇前来瞧 薇薇 快来听听小妹妹 哥哥啊 多聪明 三个月 话由未闭 只听了一阵警报声起 公公慌慌张张冲进来道 你们快别说笑啊 快别 说到这里 紧急警报又接踵而来 隆隆的飞机声音 从屋顶上响过 我把小女儿放在摇篮里 自己跑到亭中观看 鼠鼠 有十二只 飞堤时 涂灰分明 就是用竹竿都可以把它剥下来 正想见 只听得天崩地裂一声 玻璃窗 扇扇地都跳动起来 天花板上掉下一串转的灰尘 我两腿软如棉花一般 步步挨进起座间 小女儿已在摇篮里睡熟了 微微浮在她祖母的怀中 公公双手捧着斑白的头颅低探道 想不到我活到五十几岁 还要死于非命 鲜又远在上海 两个都是酸女儿 我心里也觉得酸出起来 倒没有怪她重男轻女 只是很着急 仿佛毙命 便在虚语 接着又投下几个炸弹 飞机只在屋顶上盘缓 闻其声时 近得我连呼吸都停止了 稍非远 才透过口气来 这样继续到三四十分钟之久 飞机声音才听不见了 去得好畅快 两久两久 时发出解除警报 当晚 摩金就差人来探望了 她已得知城中被炸的风声 说是请我们全家都到凤鸾山去 散毙吧 公婆也觉得 往彼处为夷 理由我到后来才知道 为了减轻对我及孩子的责任 有你娘家人在眼前 你给炸死了 也不会有人家瞎议论呢 当夜 我们便整理了许多细软 但是也放心又拿出的 觉得不带舍不得 多带了却又不好 第二天清早 天还没有大量便下了船 恐怕飞机又要来 乌鹏船逃要十元钱 真是闻所未闻 过城门时 足足等了半个钟头 干击也没有用 大小逃乱的船只正多着呢 船子怒狠狠地唱着歌 母亲见了我 又悲又喜 于是极力张了公婆 鱼肉是不到即逝 买不到的 鸡蛋现成酒 菜多着呢 再加上咸鱼之类 也就马马虎虎算了 公婆心中很不安 说是在村里找个房子住 以便请她帮主 同照顾孩子 母亲自然是十分喜悦地 答应着 房子当天就找到了 细软带来的 床桌等类都是借用的 住了三五天以后 听说飞机没有重来过 公婆两人 放心不下城内的事物 于是就留我 与两个女儿同同妈 在凤鸾 自己 镜子上城去了 凤鸾都是苍翠翠的山 据乡下人说 飞机来了 可以自己去钻山洞的 铁母也是整齐的 门头一大片 绿融融的都是 有时候飞机 也缓缓地经过 只是不投蛋 也没有警报 叫你们躲避 就是有几个乡下人 胆子特别小 像一个叫做三观叔的 有一次正在田边走过 撇见飞机远远来了 恐避不及 便忙跳下水田中 一屁股蹲定 挖块淤泥 乱涂连孔 还把把青草 洒满在头上 生得给 驾飞机的人瞧见 结果驾飞机的人 虽然没瞧见 但却把叫做 大毛嫂的吓坏了 他是正在换衣服 听见飞机 在屋顶上掠过的声音 便急忙飞奔出来 向田野逃窜 他的一对大奶子乱晃着 瞧见他以为是鬼魅 吓得怪叫起来 他也抖嗖嗖地解释说 问他飞机究竟 可有投蛋没有 而大毛嫂说 好像听见 投了吧 但是结果得知消息说 没有投 这个告诉他们消息的人 起初是严肃的 后来瞧见 他们这一男一女 弄成这个样子 不仅轻薄地笑了 我天天领着 薇薇与小女儿 到母亲处 母亲替我找了个 吃帮奶的 她也很怕飞机 经过时 必定叫我 跟着她躲到 八仙桌下去 我起初觉得不好意思 后来勉强答应了 可是薇薇却躲不牢 片刻就要穿出来 我见她出来 便也随着出来 母亲看我出来 也自不愿再躲下去 为了儿女 往往可以减轻任何的恐惧心 后来我们便 也坦然地住下去了 夜里薇薇跟着佟妈睡 有一次 我听见她在梦中喊 要撒尿了 佟妈 喃喃骂着 撒什么短命尿 一面说 一面把她放下床来 叫她自己坐到谭语上 小便完 薇薇换着要上床了 佟妈伸过手来 一把把她扯上来 口中又不知嘀咕些什么 自己 却不曾下床扶持一下 我偷偷瞧着很不满 心里想说她几句 但据寸到 她平日很讨婆婆的欢心 可以少说 还是整些事吧 于是过了两夜 便把薇薇借故 喊到自己搅后睡 半夜里 拍了这个 又替那个盖被搔痒 过了几时 便病倒了 我患的是喉痛 乡下只有土医生 可是也值得听她的 母亲天天送周来 小女儿由她管着 微微值得又交给佟妈 佟妈天天领她在外野 也不在家伺候我 母亲很生气 可是又不好说什么 只好自己过来照料 到了夜里 我可不能再劳完母亲了 便说自己已经好了 请她且回去 让我安心地睡吧 但是安睡不到片刻 女儿却哭吵不了 自己生病没有奶 喊童妈 又死不理睬你 于是我只得 慢慢地挨下床来 自己拿只小锅子 去煮奶糕 乡下没有电炉 生活很不方便 我找根细材片 也引不着火 只得把美孚灯里的火油 浇了些上面 结果奶糕还没有全手 灯却油干火灭了 只得在黑暗中摸索着 一桌一桌地 用手指调给婴儿吃 后来听说 童妈在外面 常常欺负微微 孩子家贪玩 稍有不如她心意出 她便把微微拎起来 故意作状要向河里丢 吓得微微 怪哭连声 讨饶说 不敢来不敢了 才再三地训斥而罢 有时候微微偶尔高兴 揪一根草 做喇叭吹 一面跳过去 向童妈报告说 微微乖不 微微会吹喇叭 童妈 把浓眉眉一扬 三脚眼瞪着说 乖什么鬼 小丫头 不好好坐这 偏要去拾野草 不久 我的病渐渐好了 但是形容却消瘦 那时上海军队已经撤退 据说市面上已经太平 贤来信说 她明年准备做律师 有一次母亲滴滴对我说 我看你还是带着小女儿 回上海去吧 但愿贤多赚些钱 微微也好领了去 我想着老住乡下 总也不成道理 于是便上城 去把这个意见 对公婆说了 公婆考虑了一夜 次日便由公公出面 对我说 你要到上海去 也好 只是带着小女儿不便 万一再有变化 岂不要垒虫贤 脱不得身吗 我说 那可怎么办呢 于是婆婆接口道 我看还是留乡下 找人养吧 等到了断奶 你再回来领回去 那时天下也太平了 我的头直低下去 眼泪往上涌 但是我睁大了眼睛 不许他们会成低 心想这又是该怎么办呢 没有钱 没有丈夫 身体又不好 还带着两个女孩 在穷屁的乡间 要奋斗 也是无从着手啊 乡下有的是 愚蠢的男子 丑俗的富人 脏的牛 荒凉的山 以及平凡的 无可再平凡了的田野 一切都不是我随要的 一切都不是我能忍受的 我不能再与他们 久久地相处下去 而童妈凶悍的样子 尤其是我看得不入眼 她的工资 不是像我支的 我也管不着她 她很明白这些 所以便藐视我了 我不能把这点告诉婆婆 否则她也许以为 是我母亲在挑拨呢 假如她赌气 持续了童妈 事情便糟了 我将如何负责 去替她找一个好的 因为好坏的标准 很难说的 天下只有看中意的 却没有做中意的呀 我走了 我相信我应该走了 在我的小女儿 因尸辱而苦提的 一个早晨 我下了自己要走的决心 我承认我是一个懦弱的 自私的 而且也许是一个 最忍心的母亲 吻别了小女儿 她还没有名字呢 曾死便永远不会有了 她给童妈抱去 给她的直洗养 不给她奶吃 奶为着她自己的孩子 只给我的小女儿 吃些烂山鱼之类 把我婆婆带去的 衣服鞋袜 都捡好的 给自己的孩子穿 哭时还打她 害她常年生着病 骗去了医药费 却不给她找个医生 吃药片 直到她快死了 才慌忙上城 来通知我公婆 那时我们在上海 因交通不便 公婆也不告诉我们 只有给了一笔医药费 及埋葬费 她们便把我的小女儿尸体 丢在椅外 以后也不知 是给狗吃了 或是给鹰之类的 闲了去 总之 我是失去她 永远地失去了她 一个刚在炮火中 出来的生命啊 不及等到炮火中止 便给折磨死了 仅仅度过 二十一个月的苦难人生 她的来去 何匆匆 毕生不曾见过太平 我也知道 在无数万的死亡仪式中 她自然是很渺小的一个 但假如她养大了 也许是一个爵士的美人 也许是一个伟大的天才 也许是一个慈悲的教主 也许是一个最有权力 最能做事 最最受人尊敬的人呢 又有谁敢断定步 但她终归是去了 我与贤同在上海还不知道 只一味儿地 在计划着 如何多赚些钱 替她买牛奶 鱼肝油池 买最大最大的洋娃娃玩 二十 丈夫的职业 见了贤 四目对视着大家 都说不出话来 屋子里面乱糟糟的 床前有烟灰 沙发靠手旁 有啤酒瓶 满地花生壳 三太太闻声 走了下来 满身带着笑 我不禁大吃一惊 正要问时贤 向我丢了个眼色 我连忙咳了声 三太太便看了我一眼 先说道 你的身子还好吗 新养的小妹妹 怎么没带来 我听了更加心中惨然 哪里还肯详细 说给她知道 只含糊地说 刘养在家中了 谈了一会儿 她也告诉我 张老先生已经过世了 她的侄子 已经由恩城赶赴内地了 我这才知道 她带笑的原因 又替她担心 从此 更没人替她照顾了 贤子重回到上海后 便没有雇女佣 自己在外面包饭吃 衣服则是送到洗衣店里去 厨房里什么之类的 都是张家家借着使用 有的且不见了 嫌当然不管 我来了大家客客气气的 也不好意思追问 她现金仍在中学里交书 月薪七十元 一个人用着 也是很刻苦的 有一次她换了蟹 睡在床上 三太太等人 也没有留意到她 她整整地饿了一天又半 次日下午 只得挣扎着出去喝牛奶 回到家中又呕吐了 我听了不禁掉泪 于是我绝技 不用姨娘 自己动手来做 举凡烧饭洗衣擦地板 收拾屋子的 莫不恭亲为之 自觉是一个贤良的主妇了 但事情 却也并不如此地简单 早晨起来以后 我便忙着 生煤炉了 煮茶了 泡饭了 弄得七乱八荒 梳头洗脸擦粉 更是没有这种闲心情 接着闲便起床 我忙着替她照料 但神色已经有些不大好看 因为我实在是困乏了 闲说 请你不要太忙了吧 我自己会动手的 但是我看出 她其实不是顾及我 而是不满我的不能和颜欲色 我便心想 让你自己去做 也好 你管你的 我干我的 于是便另外叠床 扫地 倒谈云去了 闲见我 尽管在她眼前 穿来穿去 便觉得麻烦 有时索性早饭也不吃 匆匆浇出去了 午饭她常不回来吃 我买了小菜以后 要剪 要洗 弄得头昏眼花 再也没有心思 好好地做些羹来自己吃 只得匆匆爬起口饭算数 但食必之后 一样要抹桌子洗碗碟 双手沾得油腻腻的 熏人作呕 下午 又要擦地板洗衣服 有时忽然来了个客人 又去陪着谈谈笑笑 忙着自己出去买点心 出去之后 唯恐客人在家 独自时间太久 紧不奔了回来 真是累极了 到她晚上回家时 她是精疲力尽 想得些安慰的 但我又何尝不做 如此的感想呢 因此大家心里都明白 也都勉强做 然而到后来 总是一个不讨好 彼此也就互相怨恨起来 贤说她情愿 我不要苦做 只要陪着她 兴兴头头地谈几句话 我则以为 人家已经为你 尽了最大的心力 你还不知足 你也未免太没有良心了吧 有一天贤对我说 我有一个机会 要到洋行里 去当大写了 每月一百元 还有花红 你以为如何 我听了大喜过望 便主张 那时先去乡下 领回小女儿来 贤说 那还是等她断了奶 叫她们送出来吧 眼前先雇一个姨娘要紧 你累了 就这副嘴脸 我实在是看不惯 我听了 大闹起来 不依她道 看你还没有进洋行呢 便要嫌老婆的脸 生得不好看了 将来还有我的日子过吗 她再三地解释 安慰不了 这家洋行 其实是华行 规模相当地大 就是经理 小派得很 贤本来是个聪明人 善于揣摩上司的心理 因此经理 着实地喜欢她 下午工毙以后 本来是可以回家的 但是经理 邀她去吃茶跳舞 她当然地奉陪 家里用了一个姨娘 孩子气得 时常做错事 但人总算还老实 闲不在家 我细心地指导姨娘做事 指导比自己做起来 还吃力 有时又惹气 但要少管些吧 让姨娘吃饱了饭 白白空过 心里着实不甘 因此常常 挖紧心思想些 不需的事情 叫她来做 她做得不好 有得费心交 获来责骂 心中很是烦恼 有时贤 深夜回来 又不免把气 移到她的头上 嘀咕不休 贤也发脾气 我辛辛苦苦 在外面做事回来 你还要横不对 受不对的 这种女人 我才受不了 我撇了下嘴 顶她的 做事 也不见得 要做到三更半夜呀 难道你从跳舞场回来 我也闷声不响地 伺候你吗 她说 就是逛跳舞场 又怎么样呢 经理叫你去 难道你好意思不去 一家三口 总得活下去呀 你有本领去赚 我情愿给你当家做主 于是 她便不是奉陪经理 也常常奉陪朋友 去玩了 有时候 便不是在玩乐 我也假定 她是在玩乐的 二十七年春天 南京等处 也平静了 恩成仁 反而纷纷 迁到上海来 明华听从 她哥哥的主张 改入上海的大学 暂时住宿在我家 她还是从打仗前一样 活泼 朴实 常常发现 爱国的理论 虽然太浅薄 终究是出于真诚的 她也很不以闲地 日渐都市化为然 常常暗中归旋的 贤只是复之一笑 以为 你们孩子家 懂什么呢 那时候贤 已经在经理帮助下 做起了生意 赚了几千元钱 自不免得意洋洋起来 她已把当教员这回事 当作是没出息的 我与明华 则以为是甚高尚的 因此 每当我们三个人 共作时 我谈起以前教书的生活 明华总是 听得很有趣 似乎又使她很失面子 我因此颇闷闷不乐 明华同行我 帮助我做些小事 她住在我家 似乎很快乐 也很自然 姨娘虽然仍旧不更事 但我也渐渐不大理会 只要眼不见 耳不闻 便落得个清静 于是我渐渐地 胖了起来 面旁似乎也风雨些 在一个初夏的晚上 我穿着件浅蓝夹 细碎白花的麻纱衫子 闲瞧着我半掌 说道 倒想常常跟你一块 享受些家庭之乐呢 就可惜事情太忙 明华一脸正经地规劝道 你何不过些时候 挂牌做律师呢 自由职业 总比较不受些约束的 用不着做写字间 大家也可以续得畅快了 嫌也颇以为然 叶丽她对我说 以后我们多跟着别人 交集交集吧 赚钱最要紧是兜着赚 人头熟 于是我们分头找熟人 我只找着几个旧同学 她也只能跟以前 大学里的教授们 联络联络 找人 是顶容易找出希望来的 也顶容易使人失望 起初他们只是对你 从荣誉处讲 于是讲得你心头痒痒的 请客送东西 正式开口请她帮忙了 她这才告诉你许多难处 也许还有很多不巧 使你欲尽不得 欲罢又不甘休 因此损失了很多心计与物质 直到如此经过好几次碰壁以后 我才会把现实看得清楚些 但却又感到东张西望 不知该朝哪处走好了 嫌虽然精明 毕竟也因过分的热心 捉了人家的道 有时候且以为事情捏得稳稳的 于是又添酒买菜 先自庆祝一番 说着计划 每天做了许多的梦 连明华也是随着我们 一会儿兴奋 一会儿失望的 弄得读书做功课 都没有心绪起来 在十分得意之际 嫌也总不免对银行经理 稍微吐出几句 那经理乖巧过人 知道他不是平稳安定之人 便落得顺水推舟 给他挂名做个法律部的主任 减低他的薪金 把大写的位置 完全派给别人做了 嫌到此才又悔又急 但事已至此 却也没有办法 只索性赶紧找宅房子 决定冒个险 自己正式当律师了 我们看了许多房子 也有弄堂太脏的 也有缺乏卫生设备的 也有方向朝北的 也有交通不便的 弄得不知适从 嫌最后对我说 只有一个原则 非坚持不可 便是外观要复礼堂皇 内容享受方面 倒差些不妨 明华没有客 也常常同我出去寻找 有一次他兴冲冲地对我说 侠斐路西段有一个大洋房 里面有几间出租 我们何妨去看看 那时候嫌恰巧不在家 我便应声跟他出去 那是一所花木繁茂的大洋房 穿过宽阔的涌道 潮溪有几间精致的房间 说是老房客还在 只为不到十天便要搬家 故通知主人早些招贴招租 我们敲门说 对不起 是来看房子的 一个女人 瑞生答应来了 接着便是敞开胸膛 踢着拖鞋 手抱婴儿的主妇 用一只手拉开了门 黄黄的脸儿虽然憔悴 但眼珠漆黑 却仍旧灼灼有光 那不是狐狸鹰吗 她一把拉住我到房中坐定 也不管明华 东小西看得打量房间大小 她只是一连串地问我 怎么会到这来 是不是住在上海好久了 有几个孩子 接着又滴滴地告诉我 眼中情着泪 说是她与于白 结婚已经四年了 于白根本不爱她 她只怀念了刘美川 因此她是很痛苦的 随说现在已养了两个女儿 说到这儿 只听见于白的声音在后方 大声地问 同谁多讲了 于是丽莺擦干眼泪 胆怯地抱着婴儿进去 似乎低声在告诉她什么 她不听见便粗声地询问 究竟是谁呀 她似乎说出我的名字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后方奔出来 是于白 口闲着烟斗 欣喜 却又带着惊讶地说 是你呀 真个是你 好多年不见了 后来于白告诉我 拉菲的路附近 有个新房子在建造 每幢小费三千元 形式颜色倒是顶美丽的 她又说他们不久 也要搬到那里附近去住 大家做个邻居 好长长地来往 我不能忘记 我们进新屋的一天 那是民国二十年的中秋 晚上凉月闪着荧光 狐狸鹰捅着鱼白 也来了 还有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 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 桌上堆着鲜花 架上满是银盾银杯之数 墙上也挂着几幅字画 那是贺乔迁兼幼贺开业的 许多许多的境况 都没法悬裂成挂 不然真不知 要占满几心房间 我们的屋子是全壮的 有三层楼 我与贤的卧室在二楼 是最宽大与明亮的一间 我们摆了新租来的全房墓器 窗围都是用彩花轻捐制的 我们住在里面 想重温着新郎新娘的梦 不久 我便养了第三个女儿 玲玲 闲倒数托人去拉法律顾问 有的出一百元 有的出二百元 出五百元算是最客气的 都是全年的 介绍人还有回用 我兴奋地帮他填顾问证书 纸头是印好的 法院里有现成卖 只不过字需写得端正些 我在落笔之间 总要糟蹋十几张连石纸 结果写下去还是不行 再三地傲丧着 要等闲安慰夸赞才罢 每多一家法律顾问 我们总要出去吃一次饭 或者看电影 钱便也剩不多了 我们时常讨论着 不常发生的法律问题 以为做律师能出席制胜才好 可是事实上 连普通的案件都不经常见 好容易有一个朋友 或者亲戚说 明天要介绍一个当事人来 我们忙着收拾客厅 假如发球台不握错了 便赶快换 或者觉得茶杯欠精致了 就另买一套 当天有再三地叮嘱用人 要礼貌 千万不要惹人笑话 我说我就坐在旁边 充当一个临时的书记吧 然而贤坚持不肯 说是给人认出 反而要闹笑话的 谁知道到了约定的时间 左等右不来 右等又不来 又不好去催 只得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似的 胡乱翻翻六法全书 我抱着灵灵焦急地 一次次下来看光景 贤恐怕妇人抱着小孩 坐在洗字台前 不哑观 连连挥手 叫我快快上去 我也不敢动位 只有女佣 却心急不耐烦地嘀咕道 人家茶杯已经洗干净了 茶汁都泡好了 这时候还不来 好大的架子 我听了 不禁恼怒道 谁要叫你等来 你只管照常干你的 人来时 少爷自然会喊你倒茶的 闲在里面只不作声 我很知道他心里难过 原来人家只不过是随便说一声 并不把这放在心上啊 也许他此刻早已到别处 签好伟人状了 也许本来早就请律师的 只是不放心 想脱手来商量丈量 后来觉得没有那么大的需要 也许根本就不太信得过这里 因此也就不来了 当嫌每次安排香尔 而等不来一上钩的时候 总是沉着脸 闷闷地提起帽子就出去 我恐怕的 不是去喝酒 定是上什么消遣姐妹的地方去 心里很难过 却又不忍拦阻 我很奇怪 上海有许多大律师 报上都常常登着他们 受认为某某法律顾问 或代表某某启事等等 心里很羡慕 我说他们大概都是精通法律的 我何不也好好看些这类书 将来也好帮着嫌做诉状呢 但是嫌说 他们有什么屁法律精通 只是道路多到处都转 于是又说 不如先到大律师处 去做个帮办吧 只好混熟些人头再说 但是我把报上 某大律师要求帮办的广告 只给嫌看 嫌 兴冲冲地 去接洽了转来告诉我时 就把我一团热心 片刻化为冰了 原来所谓律师征求帮办也 便是招情跑街的 替他兜生意 然后照成拆账 其他绝无薪金等下 我说 我们自己有案件 自己不会办 谁还替你拆账来 于是就把此项念头打消了 后来还是这位洋行经理 瞧得起他 把本行中定期约等事 都同他商量 听他说得很有条理 也就慢慢地委托 办理几件事 结果似乎每件都很满意 因此案件便接得多了 经验也比较丰富起来 不过其实 我却感到另一种痛苦 便是觉得 他同人家所记忆的 似乎都是歪曲事实 来迁就法律条文的 而且当然 谁给你钱 便需尽心竭力地 替谁去推托己过 或献人于罪 那是我于良心 颇不安的 当这般当事人过去之后 我便指着架上 闪闪发光的银顿说道 你们不是保证人权 伸张正义的吗 贤 我觉得你应该 但是贤 立刻便一笑打断我的话道 哼 我知道我应该帮着欠钱的人 使其不必还账 杀人的人 使其不必偿命 否则 还要出钱请我们律师 干嘛呀 我漠然了 二十一 妇女之爱 从此贤 便一天天生意兴隆起来 在沙训大厦 另外租了三间 做事务所 雇了一名男仆 一名书籍 后来还用了几个帮办 她的身材 本来生得魁梧 如今便经常 穿起长袍黑挂来 一状观瞻 就是仍旧 玉西服时 也需要捡宽大宿静的来穿 鼻上凭空架一副 戴帽边的眼镜 口弦咽斗 手持死滴口 我想 这又是何苦来呢 重贤总是重贤 如此装模作样 难道人家改变观念 认为你是律大律师 但是她说 她不但要别人改变观念 而且还打算 从家里做起 于是 把那个年轻 不大懂事的娘姨 辞去了 另外找到两个中年的用妇 一个叫猪妈 一个叫王妈 他们平日 一律须穿上 蓝布衫黑裤袋 胸前 选起块白布板来 客人来时 须殷勤小心 见着我与重贤 则口口声声 喊奶奶 少爷 贤似乎很得意 尤其 在抱起 打扮的摩登养娃娃一样的 新生女儿时 她心满意足地笑了 新生的女儿名字 叫做玲玲 是名话给娶的 她如今 已经寄宿在青年会里 不过每星期 到我们家来玩 我们的第二个女儿 已经在二十八年的春天死去 凄惨地 死在童妈的乡下 像百惠欣欣向荣中 偶然掉下的一片落叶 童妈后来 也没有面目 在公婆处 在讨饭吃 故事也就就此结束 我们把忏悔之类 一起化作了爱的情页 尽量地输送到 玲玲的身上 尤其是闲 她毫不犹豫地 高高地捧起了 这个尚在墙堡中的小女儿 放给她 至情至真的精神宝座上 用真切的 深切的父爱 来保护着她 给她享受 给予她满足 谁都动不得她分好 甚至连我在内 我要顾奶妈 她说不许 婴儿是吃母乳得好 猪妈本来是指定管养婴儿的 但是她不许 她触着灵灵的小身体 除了洗尿布之外 她似乎整天都闲着 连榨果汁这样的事 都不许她动手 洗奶粉瓶 也得我自己来 我说我可要累死了 闲尝尝买东西给我吃 不讲滋味 只重养料 而这些养料 又是她相信 能够影响奶汁的 使她变得多 而且好 然而不 于是有一天 她怪不高兴地 对我说道 怎么你吃了 这么许多东西 仍不会发奶 看 你自己身体 倒是越来越胖 真是个自私的妈妈 我不喜欢喝汤 但她偏要逼着我吃 每天她关照烧菜的王妈 一会儿说过我炖鸡汁了 一会儿又说熬牛肉汁 汤中多放木耳 据说那也是发奶的 后来又有人说 齐兄体好 她就亲自到肉店去 讲好价钱 每天早晨送来一只 要肥要顶新鲜的 吃得我油腻腻的 连饭也催不下去 她见我停着不吃 便问 可是这蹄子烧得不好 我说 不 是我自己吃不下 她便怪不开心地 向我使气道 我知道你是存心跟我作对 这样不吃 那样又不要 横竖乃不下来 要饿死小玲玲便了 有时候玲玲睡熟了 我便坐在摇篮边 偷偷地独自看小说 她粗然从外面进来 我见着她 有些难为情 她起初有些不自在 当忌尔就摇指我 说你勿摇动 你尽管看下去好了 我来拿件法衣便出去 三点钟要出庭的 只要你当心灵灵 其余的事情 一切随你便了 从此 我天天看小说 有时也买杂志 她晚上将睡时 也胡乱翻翻看看 只是脸上 常露出不屑之色 仿佛认为文学家 都是没出息的人 于白离我家很近 我常常去借小说看 丽莺待我很亲热 只不过 常对我诉说 她账簿不好等事 她说 她常在朋友家 谈得高兴了 接连两三日都不回来 也不打个电话通知 害得她犹疑不定 最后才算是 差人过来 叫她 把她的裤衫 鞋袜 交给来人带去 她还要在朋友家 逗留三五天呢 这可不是浪漫透了 她垂泪说 当我听着 却不觉得怎样 就劝她 个人自有个人的脾气 渐渐地琢磨透了 也就不以为然了 她说 你们生活过得很好吧 我说也没什么 就把贤 只关心女儿 而并不爱我的话 告诉她听 谈得兴起 便把贤 如何装腔做事的形式 描述出来 谁知 她并不觉得可笑 只说男人要赚钱 是应该搭下架子的 后来贤得知了 便对我道 你若喜欢 同于先生 于太太来往 就请他们到我们家 常来玩吧 茶饭点心 要款待得客气些 你自己最好 不要多出去 带着孩子怕受风 放在家中 又恐怕姨娘靠不住的 我听她说的也是 于是每逢无聊时 便邀于白夫妇来玩 他们来时 还常常带别的客人 我自己 也另外去约好几个人 渐渐地家中 便热闹起来 闲得尽款 很不错 一笔就三千五千 她又喜欢买东西 吃的用的满坑满谷 尤其是花在玲玲身上的 几乎是接近奢侈 天天吃牛奶 水果 鸡子 鱼干油 字不必说 贤还听中医的话 喂玲玲红枣汤 桂圆汤 胡桃茶 身须汁等等 因此玲玲常患便秘 贤到处给她找外国医生 养得玲玲很娇弱 但却灵力可爱 因此贤 又把二楼的亭子间 作为储物间 堆着整堆的煤球 十多淡米 几厅火油 几厅生油 其他如肥皂 火柴 羊竹 草纸 多得是 我对这些大可不必在意 丽英瞧着 却很有羡慕之意 于白是个天才的作家 有人请她当大学教授 她不救 请她在银行任职 自然是更不肯去 她的收入就是靠卖文章 家里虽然有钱 因为母亲已经病故了 现在是继母当家 她不愿去拿 做父亲呢 哪里还关心得了她 她自己又爱瞎花钱 见了好的书画 唱片等等就要买 衣服用品又讲究 出入动辄坐车 香烟不离口 电影话剧京剧 都非看不可 剩下来 不重要的便似乎 只有家用一项了 丽莹因此很痛苦 而且这是事实上的困难 马虎不得的 与她说时 她便大发脾气说 真是 你这个女人只爱金钱 你难道不知道我穷 还来逼我要钱 要离婚便离好了 说得丽莹只流眼泪 过后到我家来诉说 我总是苦苦相劝 与白带朋友倒是很友好 她的话讲得又非常有趣 理想又多 仿佛整天做梦似的 她说 我家是理想的沙龙 房子又宽敞 吃屎又多 烟茶备齐 女主人是又热心又好客的 她常常把书借给我 又同我讨论 关于文学方面的事情 鼓励我写作 有时还把我的作品 介绍到杂志上去发表 因此也很使我感到兴趣 闲似乎也并不反对 她的心里也许 是不很喜欢的 不过她近来一味地学客气 对来宾又是如此 对太太也不免如此 她的心目中仿佛 只有一个玲玲是真实的 必须全神贯注 其他都无可无不可 随你们去闹吧 丽莺很会打扮 她爱替自己打扮 爱替自己的女儿打扮 也爱替我们家玲玲打扮 她替玲玲缝了好多跳舞衣 绒线衫 绒线裤 还同我一起出去 选购鞋帽袜子为之的 玲玲本身美丽的 后来给她这么一打扮 更加粗络的花仙子一般 闲见着很喜欢 问是谁的主意 我告诉了她 她默然伴赏说 于太太真是个会管家的女子 而且也肯安本分 只可惜于先生 一味太子气了 经济未免结局些 我听了觉得刺耳 便说 我可不是不安分 是本领不够啊 比不上人家 你如何不去追求他 贤也不再搭话 只淡然一笑置之 贤似乎有些瞧不起于白 以为他没有大的志向 堂堂男子汉 写些诗呀 小说呀 可有什么用处呢 于白也觉得 他未免虚伪 天天只知道 转才势力两方面的念头 没有真本领 真见识真学问 现在 他虽然自以为得意了 可是又有什么意思呢 有一次我对于白夫妇说 你们觉得嫌 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说他有感情吧 当然不像 你说他绝对没有吧 他爱玲玲倒是真的 于白回答 那有什么稀奇 是快的 都是只有力 其次便是亲生儿女了 因为后代是他的 至于老婆 那是靠不住的 因此 他也不肯爱 其实倒是男女之情是真的 妇女之爱 若是过了份 便是夫妻感情不足 所发生的变态心理 丽莹向来是怕他的 到此 也不禁接口道 不管人家是变态也好 不变态也好 爱心女儿 总不是坏事 你说男女之情 倒是真的 我看这话茬 若说在你们文学家身上 恐怕也靠不住吧 于白冷笑一声道 文学家也是靠不住 恐怕要看对方之为人 你和庸俗的脂粉 是绝不能了解他的 我听见他们渐渐 又像吵起来 忙待丽莹向他争辩道 一般艺术家也包括文学家 哪怕真的是比较不可信吧 因为一则 他们太爱自己的作品 对于别的便少真情 二则 也是他们幻想太多 想爱 而事实上不大会爱人 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 说得丽莹笑了于白 也不好意思反驳 我们的灵灵一天天长大起来 她虽然吃遍了人间 相当贵重的食物 可是仍旧不显得胖 贤担心了 明华有时到我家来 她也逗着灵灵玩 显得很疼爱似的 她告诉我说 孩子大了 最好多给她些粗食 养在暖房里的浇花是不行的 我把这话对贤说了 贤在鼻子里猜笑 这种小孩子家 又懂什么 我心想人家也不小了 今年就大学毕业 你自己也不过二十八岁吗 何必一味事故的 连一些童心也泯灭了呢 况且明华 原是我们的至亲 兼老朋友 也不应该如此 不把她放在心上啊 我很替嫌可怜 她是孤独的 随便什么人请她帮些忙 她总要考虑到钱 没有钱的事情 她绝不肯干 不过敷衍得相当好 使人家不会怪她 有时候倒觉得 她敷衍得是多余的 不帮忙 说不帮忙好了 又何必满口答应 隔几日 又借故拖延 终至于推托 白白害人家 多费时日 多跑腿 多被空头希望欺骗了 她说 这是做人的道理 不给人家难堪 然而也用不着好心待人 就是对于自己的父亲 我觉得她也是讲面子 尽道理的地方多 好在我们家 原是富有的 她的父亲 接到她的钱 只不过是当作一件 荣耀的事罢了 又不靠此持勇 也就落得互相客气 整天到晚 她矜持着 当事人同她讲话时 她只是 嗡嗡嗡的 不在意似的 应着几声 表示 胸有成竹 用不着多听 而且人家说不到几句 她便按铃 叫书记进来 分不别的了 是人家再也讲不下去 但越这么着 便越有着人家信任 把她视作神明 而回来 碰见朋友 也一味地假笑 抱拳当兄 老兄请多坐一会儿 我出去有些小事便来 人家就觉得 她未免太甚 落得大律师贵忙 大律师便请她寻开心 她以为理所当然 也不觉得什么 我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只有同龄在一起 她的妆便消失了 我替玲玲把尿 她就过去蹲在地上 脸对着玲玲的腿缝说 尿 快来尿 玲玲 撒尿给爸爸吃啊 一面说 一面嘴巴着嘴巴 一片作响 巷仔吃得津津有味 热得猪妈都笑起来 偶然 玲玲发热了 她摸着她的鹅脚滚烫 便不禁眼泪滴换到 玲玲是爸爸的心肝 不要逃去啊 玲玲在朦胧中听她如此说 想以为要到什么地方玩 便嗡嗡地挣扎着要出去 她看着以为兆头不吉利 定要买镇鸭筋 又逼着我吃素 她自己也吃 一切宴会都不复 我觉得很可笑 晚上她又听信猪妈的话 把扫把树立在床边 树起三根香 一面诚心诚意地祷告着 一面磕头 说是求 床公床婆 快把玲玲的小魂 找回来吧 我在旁瞧着 又发笑 又有些感动 还有一件不尽人情的 便是人家好意 逗着玲玲玩 送给她一块糖吃 她瞧见 马上扳起脸孔来 说玲玲 不要吃这种东西 爸爸到楼上 去拿别的来给你吃 说着 便把她手中的糖果 夺下来 若是含在嘴里 她一定 也要把它吐出来 仿佛人家给的东西 都是脏的一样 这使人家当着面 看着颇为难堪 但她却不以为意 只是恨恨地 抱过玲玲去 玲玲哭着 她喃喃哄着 还说人家不好 害得哭得伤精神 我很奇怪 她最实的敷衍功夫 到哪儿去了 我相信 若是将来 玲玲大了 跑出去 要同邻居的孩子 打架 她一定会追着 人家四五岁的童儿 叫骂 而替小小的玲玲 住位 玲玲睡时 不可惊醒她 屋中静悄悄的 女佣不敢高声 说一句话 有时候日间 睡的时间多了 晚上便要醒来 咿咿咿咿地吵着 依着我说 是不理她倒罢了 但是嫌 一定要撵开电灯 给她玩拒绝 有时更要逗着她开心 自己 仅穿着背心短裤 就跳下床来 满地爬老虎给她看 还问她 要不要 骑在爸爸背上 由妈妈扶着 我说 当更半夜 没有这么好的兴趣 你自己愿意 便多爬一会儿 给她瞧吧 只是 脏手脏脚 别再上我床来 这里背 都是新洗过的 她也不搭话 后来索静 与我分床睡 常把玲玲抱过去 同她一块 拍着 唱着 等玲玲睡熟了 她这才 自己让到床沿边上 生怕会挤紧了她 玲玲不舒服 有几次 玲玲早起过来 啪啪连声 打她巴掌 她给弄醒了 觉得很有趣 连忙喊我 过去告诉 她还把玲玲的照片 一张张寄给自己的父亲 与我的母亲 母亲来信总是表示 十分的喜悦 并且愉快 希望我们能够 好好的养她 她的父亲 则因为玲玲是女孩 没有兴趣 只说孩子别宠坏了 金钱花得须上算 为人总要积蓄些才好 因此贤便感激 我的母亲 而很不以为 自己的父亲为然 但是玲玲不到周岁 只好断奶 因为 我又怀孕了 贤对于这点 很不满意 意思 怪我不该不兼具 又说我这种女人 真是碰不得 动不动 就要受胎 下等动物 顶容易繁殖的 难道不听见人家说 好话不解此吗 我听到后 气急攻心 几乎晕过去 但是勉强咬牙支撑着 表面上 竭力地不露出来 嫌说过也就算了 她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她只知道 关怀玲玲 玲玲没有奶吃 她便急了 所以说出这番话来 但是她究竟还需不需要孩子呢 我惴惴地问她 她摇头说 不要 但稷儿一想 也就改口说 随便你 我只要一个玲玲就够了 二十二 骨肉重絮 我渐渐地患呕吐起来 眷来只想握着 贤说 你这可是怎么好了 玲玲没人照管 我是分不开身的 于是猪妈接口道 哟 要是老太太在这里便好了 这话打中贤的心坎 当晚就写了封长信 苦劝公婆 全家搬到上海来住 不久 他们便来了 我见着薇薇 无子一惊 这么一个圆胖脸孔 平日常有我亲手贴上 小剪刀花纹去的 现在变成瓜子型 当中是端端正正的鼻梁 颜色略带黑黄 我拉起她的手问 薇薇 还认识妈妈吗 她戴着羞涩 转过脸去 挣脱我的手 一面恭恭敬敬地 念叨妈妈 于是我也拘束起来 不好意思 再同她取笑 婆婆穿着灰色 雨伸沙子 黑印度绸裙 样子 像是拘束得很 我心里想 这倒是 出住不惯之故吧 但继而又觉得 或许是为了家中 匍匐太讲究的礼貌 老太太长 老太太短的 害得她生怕失忆 给她们背地取笑 乡下人去 因此便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腹中悬寺 明天当替她做一件 悬色香云纱长衫 下面买双蓝色秀黑花的断鞋 鞋头尖尖翘 鞋身是窄霞的 这样再配上洁白精细的纱袜 也就差不多了 公公一面凤着茶 一面频频地呛着 继织叹息道 她说 这一年可真不得了呀 二十九年七月三日 要赛失守 四日早晨 恩城便陷落了 我们在家里 是紧紧闭着大门 先是飞机轰炸 不久军队都开过来了 我没有再看见 听说大街有抢劫 我们吓得不敢动的 这样在家一共躲了四天 又听见人说 可以走动了 就赶紧逃到卢家宴去 可怜巍巍啊 一路上见着检查的兵 就怪哭呢 我漠然聆听着如故事般 恩城的沦陷 我在报上是见过的 只不过母亲在乡下 似乎没有关系 只是写了封信去 也就算了 信撂在邮局里 有半个月之久 因为轮船停死了 结果不知在哪儿 绕了一个大弯子去了 母亲来信说 亲友都平安 别无他话 因为恐慌信件 要被拆开 贤曾好像打过 一两个电报给家中 但是久久没有回列 其后便也听说没事了 可是公公却真的老了不少 两病全白 眼眶也凹了进去 他说 谁想到我这一活 这么大的年纪了 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啊 辛辛苦苦 聚集了一辈子 哎 满意味总有东西 可以交代给你 谁知道 哎 几次给偷过抢过 便没了 这几年 本来是坐吃山空 如今都是一天 鬼死一天 哎 这可是完了 闲 连忙安慰他老人家 千万别发愁 儿子 虽然没用 养活你们老两口 还是不至于愁怎么样的 他的母亲 听着便嬉笑起来 摸着薇薇的脖子说 如今 我们要把你还给你爹妈了 薇薇紧把头 在他膝上磨着 说不肯 婆婆他要同他开玩笑时 瞧见公公的脸色 越来越苍白 也就忙忍住 不说了 从此 闲便常常陪着他们 出去看经济 逛公园 有时还请上他们 上酒楼吃饭 到大公司购买东西 每次回到家 公公总是问 今天花了很多钱吧 闲笑着说 这算什么呢 不够几百元钱 公公暗自叹气 我听了 颇不以为然 心想 嫌何不故意 说得少一些呢 后来朋友们 也知道了 轮流发情帖 来邀请老太爷 老太太吃饭 当然 我也要陪着他们去 他们对我 都很相熟 但对婆婆 却有些过分的客套 礼貌装得太烦多了 不是尊敬烦直 就是鸡心戏弄 她局促地 吃不下几样菜 幸尔还有微微在座 她是如何高兴兴奋 而好奇地询问 婆婆这样 婆婆那样 使得婆婆 还能够因而 与她找到与别人 敷衍几句的材料 我替婆婆难过 但是咸却洋洋得意 在家里 我想这是乐得 做人情吧 买些好小菜 给她父母吃 问咸多要钱 让她也不好意思拒绝 但是仆人 却是最势力的 他们不知道敬老尊长 看见谁是当家人 便只一味地向她奉承 近日来 我因为身子不舒服 早晨 就不免要起碗些 他们明明已经烧好泡饭 却不肯 先送上去给老太爷 老太太先吃 有时候微微饿得紧了 吵着嚷着 问祖母要 公公一言不发地 晚了她到马路上去买 买十个生鲜馒头 祖孙两个人分着吃 这才缓缓地谈笑回来 后来我从仆妇口中 得知此事 便把他们严厉地斥责一番 关照他们以后 不要等我起来才开饭 但是他们又会玩花呀 把剩好的白饭 留烧给我和闲吃 捧上去的 有时候不免 掺上一些焦饭 有一次微微 偶然告诉我说 今天泡饭带些焦 公公婆婆叫微微吃 微微不要吃 要叫公公带出去 买生鲜馒头 我听着很生气 又自背地 训斥了拥护几句 不过这些话公婆 却从来没有对我讲 我也不会告诉贤 其他还有很多 求好而不得的事 比如小菜吧 我总是每天 买烧鸡 冲烤肉 还有鱼了 淡了 样样都是新鲜的 但是上海的煮法 与恩城人不同 各种小菜都加糖 吃起来甜腻腻的 而且油味过重 他们似乎很不爱吃 恩城人是喜欢吃咸的 亲口的 容易下饭的东西 如腌冬过了 臭腐乳了 这里都不大容易买到 八月里 应该吃桂花黄花鱼了 鱼肚皮上一抹焦黄 鱼眼睛像透明的绿宝石 恩城人居住近海 不来就吃 自然是新鲜的 他们常常放盐 及料酒清蒸 也可以加虾子酱油 但更爱亲口的 却放下虾汁 或者是上好的 盐菜汁等等 但是上海的黄鱼 就是非红烧不可 先在大量的生油中坚果 再放浓的酱油 加上葱 加上糖 这样他们老年人就嫌 味太厚重吃不下 好几次 都是公公在外面 自己买了瓶 装香罗之类来 等我知道第二天 赶紧去买食 他们已经是多吃 而且已经吃厌了 还有一件事 他们颇为不满 便是闲得过分宠爱玲玲 平日我买吃食来 总是一室两份 唯唯同玲玲 是没有差别的 闲却不是这样 他以为年长儿童 有年长儿童吃的东西 年幼有年幼的 不可在质和量的方面 完全一样 在理论方面 或许它有根据 但在孩子和老人的眼中 却是不管你这套的 有时候玲玲 嚷着要抢薇薇的 闲百般的哄劝不下 便说 薇薇 分给些小妹妹吧 薇薇 不敢不一 眼睛却巴巴地 望着祖母 祖母怪不忍心道 宝宝不要难过吧 明天公公 给你都买下来 有时候薇薇 却看中 玲玲手里的食物 她不敢向妹妹要 只嘟固着嘴 缠着她的祖母道 婆婆 我也要那个 公公赌气 要领她出去买 我忙说 玲玲 封给姐姐歇吧 玲玲 当然不一 贤却说 大些孩子 应该懂得道理 未未你自己手中也有 为什么偏要夺妹妹的 婆婆 到这个时候 就忍不住冷笑道 谁夺你们来着 难道连瞧一眼都不许 但贤 却漫不在乎 客人到我家来 大家都只记得 有玲玲 带来的吃的 或玩的东西 都是准备给玲玲的 截至后来 偏见 还有一个八岁的姐姐 便说 哎哟 大小姐 我可粗心忘记 有你在了 这只小摇骨 只配给过碎的娃娃玩 我下次来 给你送一个 羊娃娃吧 于是我便向她道谢 威威 没得点东西 诺言 她是不在意的 眼看着玲玲 咚咚咚咚咚 摇着玩了 她只低下头 没意思地 漫步 浮上楼梯 这个孩子 好像太懂事了 她知道这里 不是她的家 她知道这里的人 都并不把她重视 她知道 一一地 贴炼着她的祖父母 我很疑心 这种心理 也多多少少 受着公公和婆婆 暗示的影响 有时候 她的衣服 弄脏了一块 不必整件洗 婆婆 就自去浴室 替她刷干净了 也不喊女佣 有一次 玲玲允着 婴儿时 用下来的皮奶头玩 不知怎样的 又给威威看中了 早饭后 婆婆便问我道 这个奶头 什么地方买来的 我教你公公有便时 也去买一个 给威威玩 我说 那就给她吧 她说 不用 玲玲也要玩的 我说 那么我去买吧 她说 这样也好 钱多少给你带着 我当然不肯收钱 但是她一定要给 最后 仍旧由威威 拿来放在我的房里 最不会体谅的人 又该是女佣 猪妈 本讲定是专管玲玲的 虽然有许多事 嫌不放心 不许她做 但她总自以为 是玲玲的保姆 处处夸说着 介意抬高自己的身份 有时 威威高兴了 要去抱玲玲玩 同她拉手亲嘴 猪妈便大声说 威威 你再这样 我要告诉少爷去了 少爷关照过 小孩子 不可以让人家 亲嘴巴摸手脚的 婆婆听见了 便在房门口喊 威威 快到这儿来 公公捧着茶碗 也走出去 问什么事 其实她是听见的 婆婆含糊地 告诉她没什么 她便在门口 嘀咕着 什么少爷不少爷 是我自己 养出来的呢 还不到三十岁 真是老父爷不认了 这疼爱一个 雪跑大的小丫头 我听着 也不敢出来解释 想要狠狠地 骂佣人一顿 但是 头鼠忌气呀 只等以后 轻轻地发了几句也罢 有时候 我也带着威威出去玩 而把玲玲 留在家里 托婆婆看管 威威回来后 婆婆 总要笑问着 跟妈妈出去好玩不 威威回答 若是好玩 婆婆便对她说 那么以后 你就永远跟你妈妈吧 我同公公会恩城去 威威当然哭起来不一 她满意了 至于留在家里的玲玲呢 她当然照管的 要很小心 到我回来后 就原原本本告诉我 给她吃过什么东西 猪妈替她 把过几次尿 傍晚冷了的时候 会吩咐猪妈 替她加一件背心 而猪妈不听 说是闲棺照顾的孩子 衣服不可穿得太多 猪如此类 使我听了觉得 很抱歉不安 又不好道谢 以后 只好少出去便是 而且有时候猪妈 也要在我面前 唠唠叨叨一番 说是老太太 拿自己的手帕 给玲玲擦过眼睛了 我又不好说 玲玲哭着要妈妈 老太爷说 孩子吵得真讨厌 后来好容易 哄得玲玲睡着了 老太太一定要 关紧窗门 猪妈说 少爷关照过 孩子睡觉 不必关窗 不带她说完 我便喝住 老太太叫你怎样 便怎样 谁向你多嘴来着 婆婆对于这两个女佣 很少使唤 殊不知 此等下人 顶不是好歹 你不使唤她 她便 再也不替你做事 有时微微 要吃什么东西 婆婆 就要亲自下厨 去给她烧 一次丽阳 同于白半嘴 气冲冲跑来 告诉我 走进后门 恰巧拥妇 一个也不在 她瞧见婆婆 在厨房 也不问她是什么人 开口便说 你们家奶奶在吗 婆婆便忍气说 在楼上 于是丽阳便 直冲上楼来 后门 也是由婆婆 替她关的 她在房里 同我说了许多 关于于白 不好的话 说是情愿 同她离婚 我当然是劝慰 直到她下楼时 在楼梯头 碰到了薇薇 问是谁 我告诉 这是我的大女儿 她瞧了半场 根根笑道 嘿 脸孔倒是生得不错 就是不免带些乡下棋 哪里急得上 玲玲漂亮 怪不得你们 徐律师喜欢她呢 这话给婆婆听了 更加不高兴 以后我要带薇薇 出去到朋友家玩时 她便说 乡下棋 别给人家笑话吧 我心知 她说的是李莹 便也不敢 长通她来往了 到了中秋后 杏英也出来了 她的丈夫 年来不是很如意 现在 暂时到外府经商会 送她来上海 嫌很喜欢地说 现在 骨肉团聚了 我也只得跟着笑笑 心里却觉得 有些讨厌她 她住三楼的亭子间 下间是课堂 二楼是公婆 和薇薇的卧室 三楼 是我与贤 姬玲玲的 也许 她是贤寂寞吧 在我们各自进房后 她总爱 捏手捏脚地 一会儿 走到二楼的房门 外听听 一会儿 走到三楼的房门前来 恰巧有一天 猪妈在晒台上 收围信下来 把她撞破了 她便老羞成怒 同猪妈 坐起队来 她说她有一条手帕 贴在浴室的窗玻璃上 隔夜便不见了 只有猪妈清晨 在那里洗东西 猪妈听见 便叫起去了 说是 谁曾见着来着 昨晚 我只收下块 奶奶的花手帕 这样 她便咬定帕子 是在我的地方 先是问起我 我说等我去找找看 后来我找遍也没有 便去回复她 她贬着嘴巴 冷笑道 我知道是没有 这块帕子 分明昨天下午还在 大概是升了翅膀 飞了吧 一号 她便一日五趟三趟 在浴室中 冷笑怒骂 说是 贼也没有眼睛啊 找我这个穷人出偷 要孝敬主子 拿你自己什么东西 去都行 为什么要偷我的帕子 又道 我在这里吃口白饭 可是有人心疼死了 教授着贼一娘 来偷我的手帕 做底肠 一派胡言 说得猪妈气急万分 我又不许她去分解 恐怕多事 于是猪妈在第四天 便辞去了 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陈妈 陈妈是个老实人 不会多嘴 但也不会哄孩子 有时候 我童贤晚上出去看电影 公婆便连夜 替我们看管玲玲 姓婴也凑着恶闹 冷笑挑拨不已 王妈听不过 常过来传给我听 我们回来时 已经十一点多钟了 堂课中还是灯火辉煌的 原来玲玲不肯睡 哭吵着 公婆在哄她玩 姓婴听见我们起门声 便冲上来 告诉我们的 姓儿 你们倒回来了 玲玲哭死了 喊着妈妈哄着呢 已经嗓子都哑了 因此 我便不敢再同贤出去 倒是姓婴 经常生掰着我 有时不得 不陪着她到处玩玩 我的肚子 渐渐大起来 公公与婆婆 记忆了一番 由婆婆开口道 你这样 东药馆 西药馆 也太辛苦了 我与你公公和姓婴 微微四个人 还是自己烧饭吃吧 省得用人忙不过来 我再三地劝 不听 闲只好把每月的费用 给他们送去 让他们自作主张 他们不顾拥护 婆婆和姓婴两个人 同到厨房 洗菜 淘米 什么都做 我瞧着心中 着实难过 只不明姓婴 又在说过些什么话 不好去问 叫王妈去帮忙时 他们也婉拒 不让她插手 终于到了三十年 十二月八日 一切都改变了 嫌不再做律师 我们一家人 闷坐在家里 公公只是叹气 叹气过了喝茶 茶的滋味是苦的 但是人生 却更苦 半长 她这才缓缓说 怀青快生产了 嫌有一事没事做 我们不好在上海 带来你们 杏英是个嫁出去的女儿 我们把她仍旧 送回夫家去 薇薇也跟着我们惯了 这次 还是一起 回到恩城去吧 但愿 明年你们养个小子 我就挺着个老命 出来看一看 只要见他一面 别死也瞑目了 我只默默低下头去 不敢多看他一眼 他的白发 满了头 眼眶更凹进去 恐怕真的在人世 不久了吧 若是瞧不见松儿 怎么办 二十三 爱的侵略者 贤不在 正是做律师 只好办些 非诉讼案件 这样 收入便锐减了 往来的人 都喜欢这样问 你进来打算 怎么样啊 他的回答是 失业了 准备饿死 说过之后 人家当然表示 不相信 他也为了坚定 人家的这种 不相信起见 不得 不挖腰包 表示 自己 家上富裕 就勉强叫卖韭菜 装作欢容 陪人饮 饮醉了 便不免 露出颓然的形容 兴许人家 早已拆穿夕阳镜了 再惹笑吧 我最痛恨 这帮人的眉心肠 但有时也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自己 也正苦闷与无聊呢 于白 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财思是敏捷的 本来天天写文章换钱 现在 不得不撂笔了 他已经出版的书 也不愿意再印 卖完为止 他的朋友 大多是艺人之类 平日本是 乐于声色全马 现在 更加日夜追欢起来 丽莹同他吵过几场 他便随手拿起茶杯 摔过去 还用脚 把他乱提成伤 丽莹气苦地 哭着回母家去了 口口声声 要离婚 于白冷笑道 离婚是再好没有的了 家中钱不够 落得省一个人吃用 只怕你离了婚 从此再找不到 第二个丈夫 丽莹说 就是没丈夫 也尚如天天愁米愁眉 还吃人打嘛 说着便到我家 来告诉我同行 闲宁是他半赏 取笑道 小你这样的太太 还怕没人要吗 又美丽又贤惠 丽莹听着立刻 把脸运红了起来 仿佛减轻了十年的方陵 于是我就想到那天 他在城外小河里 划船遇到鱼白的光景 他的脸庞是圆圆的 眼睛漆黑 看起人来 灼灼有光 但是转瞬间 这种光辉便失去了 没有一个男子 能静心细细地欣赏 自己太太的 名艳和娇美 他总以为 往后的时间长得很 仅可以慢慢地来 殊不知 歇过三年 便生儿育女了 当他用 有欲无碍的眼光 在瞥见她时 他已变得平凡 耳啰嗦 抱在怀中 像一团死人肉般的妇人 这时候 他会讨厌她 恨她 觉得她累贼 仿佛 不虐待她一下 不足以 谢自己 被屈辱的愤怒似的 假如 妻子能够含泪忍受 也许 就能挨到白头偕老 像一对老伙伴似的 直到最后 杀手人寰 但是 妻子不能够 他的回忆太鲜明了 他只记得 开始恋爱的刹那 那是一个梦 他把梦 来当做现实 结果觉得 被欺骗了 其实 欺骗他的 还是他自己 而不是这个男人 男人家 事情忙 谁还有这么记性的 牢记着八年 或十年前的梦语 永远迷恋在梦中 一视 不睁开眼 来瞧下 这只最金迷的世界 这个世界 是男人的 只有 男人是可以享受爱的 爱就是 促成交合同时 还能够助兴的东西 男人到了中年后 渐渐地明白过来 觉得 爱 太麻烦 太费时 要讲究享受 还得用另外一种东西 来代替他 这种东西 便是钱 钱 在男人的手里 谁能禁止他们 同时大量的 或先或后 零碎的 一个个买爱 这时候 女人的梦 也该醒了 反正迟早 总得醒的 花的娇艳是片刻的 蝶的贪恋 也不过是片刻 春天来了 从中间 还要归去 转瞬间 烈日当空 胶着的你够瘦 于是 你便要度过 落寞的秋 心灰意冷的 只等到严冬 来给你结束生命 世间上 没有永远的春天 也没有长久的梦 梦将醒时 人家偏要来给你 称赞上一阵 贤惠美丽 那等于是催眠 陡然增加一分难堪 到头来 还不是 事过境迁 我的心里微微 有一些带酸的滋味 但是我觉得 那是卑鄙的 也就 自己抑制住了 产妻 夜已临近 闲 天天往外跑 我问她这么晚 才回来 究竟为什么事 她便拉长面孔 大嚷道 再找饭吃 我不到处跑 谁拿白米 来塞你们的肚子 我听了 只会气苦 家里的存米 一天天少起来 人家不知道 因为你们 总是不愁什么吃的 闲似乎 也不慎留心 而且怕提起 每逢我偶然说起 何不迟些了沉妈 灵灵由我自己来带领 也好省一个人吃用事 她总是 骤然怒起来 额上轻轻暴涨 捏着拳头 冲到我的面前 对我怪好道 你在这里放什么屁 灵灵你会呆 瞧你秃着肚子 连走路都举不动脚 灵灵出了乱子 你拿什么来陪我 就拿你这条狗命底了 也够不上一个星星 我真奇怪 这种话 也可以从一个 读书人的嘴里 说出来 每晚上饮酒 花生米了 叉烧了 一包包 叫女佣去买来 吃到中途高兴时 还喊菜 女佣缠不清楚 或走得慢一些 就要吃她的丑骂 王妈受气不过 只想辞些 有我 千劝导 百说好话 这才算 勉强做下去 只是满脸冰冷冰气 硬的全屋子 都阴森森的 陈妈是个笨手笨脚的 闲 方而待她很好 吃酒剩下来的小菜 便叫陈妈 你拿下去吃吧 吃完了 早些睡 明天 好领着玲玲 到闹口去玩 王妈赌气 在厨房低谷 她也不理会 竟自上楼 呼呼睡觉出来 可恨的是 明天上午收酒钱来时 我款不上楼对她说 下面酒店在收钱呢 她沉着脸孔冷笑道 收钱 关我什么事 酒店老板 又不是你拼头 叫你这样起劲 替她来讨钱 说着 她便自己拿起一本 取掉布 来细细地看 口中 公尺公尺公公尺的 我没奈何 只得 勤着泪下去 把自己仅有的几个积蓄钱 拿来垫上 有时候她高兴起来 也常常肯 把我所垫的款子 还给我 另外 还会多给一些 说是给你买些水果吃吧 但大多数时候 问她讨钱时 总是说 你就替我垫一垫 便会怎样 难道怕我少给你钱 我说 不是怕你少啊 我根本垫不出 没有钱 她就鼻孔冷笑一声道 那么我也没有 我说 你没有 你就不用喝酒 不喝酒 又不会渴死人 她砰了一声 把桌子都推翻到 谁说不会渴死人 你不给我酒 我就到外面喝去 说着 怒目披上大衣 静字出去了 从此 她便不常在家里吃饭 我们寂寞地过了年 有时候 我也想笼络她 到初三那天 她在上午将出去时 她还高兴着 便同她约好 今晚必须回家 来吃晚饭 我当亲自 管她烧几只 可口的小菜 她笑着问 给我 喝酒吗 我瞧一下她的脸 便也含笑道 少喝一些吧 多喝了会伤身子的 大家和和睦睦地分散了 她去找朋友 我去同王妈 一同买小菜 这样上半天 洗了 切了 忙了一大阵 下半天 乱着烧 看看 你是上灯的时候了 她还不见回来 我心里就有些慌 知道 靠不住 灵灵嚷 饿了要先吃 我把各盆的菜 都匀住来一些 给她吃 自己 心想也吃一些吧 但总仿佛 觉得她马上就要回来了 不如 再等她五分钟 这样一再延期 到了九点半 冬天的夜里 又怪阴沉的 不吃饭 更加显得刺骨的冷 我就是再想等 女佣也禁不住 打瞌睡了 没求着火焰 只会暗黄下去 我觉得一切的希望 都微弱了 完了 她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然而她毕竟 还是回来了 在午夜一点多中 她的嘴里哼着歌 是无常流行的 爵士音乐 我听着早惹气 她进来时 扯开背头 就吻灵灵的鹅 一阵酒气冲过来 我不禁坐起床上 问道 你在外面喝了酒 她说 你明明知道 还问我坐身 我不禁气色胸膛 鼠弱她道 人家早晨 同你讲得蛮好的 叫你晚饭回家 到家里来吃 我还亲自给你买小菜 烧了大半天 谁知道 你在外面 灌黄汤开心 她脱了衣服 一拱就进被窝 朝里睡了 嘴里还含糊地说 我灌黄汤 也不干你的事 你买小菜 你自己吃去 我是没服享受的 我的心中 一阵阵地冷 只是怀着最后的 一丝希望 我便问她 那么 这些买小菜的钱 算是谁的呢 她已几乎睡熟了 听见这话 却又回过头来 向我说道 谁要买小菜 便是谁出钱了 横竖 我又不曾吃过一块子 我简直 气到天亮 四晨我清早起来 冲进厨房 把所有的小菜 都倒进垃圾桶里 王妈也拦不及了 她知道定是闲 给我受了气 便一面掺着我 到堂客散坐 一面端了杯茶 我抽叶着这气苦 王妈说道 唉 少奶奶 你又何苦来呢 少爷进来 也太不像样了 不过奶奶 你也得保重 早晚就要临盆了 还逃这种嫌弃 我哭着说 人家男子 就是一时赚不来钱 也不该这样 作戒自己老婆 真是的 王妈 不带我说完 便飞出一句 利润时的话来道 我看少爷 也不是为了钱的事 像他这样的人 哪里不好想法子 奶奶 你可别动气 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 我也是听 隔壁的 穆太太家的女佣说的 穆太太有一次 在大户舞场 碰到过我们家少爷 她在同一个女朋友 在热络地 谈着知心话 不妨 穆太太瞧见她 听说这个女朋友 还是从前 常常到这儿来的 也不知道她是谁 说是生得蛮漂亮的 我听着几乎晕过去 迟缓的 正正的 我按着心口 一步步扶上楼梯 玲玲已经睁开眼睛 见着我便还要起来 我说玲玲 再多睡一会儿吧 天气冷得很呢 闲也在朦胧中 喃喃说道 你自己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这么早起来 又没什么事情 说完这句 她又闭上眼睛 我欺然地望着 她的脸 觉得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有些依恋 也有些恐惧 这一天 她直到十一点多钟 才起来 我问她 可要吃什么点心时 她说点心 也不必吃了 今天决定不出去 下午 陪你看电影 我的心中 颇有些坠坠 深恐 她会问及 昨夜所备的小菜的话 果然她在吃午饭时 对我说 昨晚我刚瞧 有些事情不能回来 雷你白忙了一场 小菜钱 一定还你 现在我们就叫王妈 去把菜 热一下下酒吧 我听了心中 不免惨愧 恨不得马上能够贴出钱来 重新补买小菜 但是时间 已经来不及了 只得望着她 撒谎道 这菜 后来是我与玲玲 两个自己吃掉了 你也不必还我钱 这是没再下酒 我看管子 今天也开门了 还是叫王妈 到外面去叫几样吧 她听了 似乎有些失望 但也没有别的话 便说 既然如此 也不必叫了 就给王妈两元钱 叫她去买两包 游穿花生米 来下酒吧 我听了 便要伸手 向她昨晚挂在 衣服上的大衣 去取钱 不料这下 她猛地变了颜色 慌慌张张张起来 按住我的手说 你这算什么 两块钱 就是暂时垫一垫 也不打紧吧 怎么乱动人家衣裳 我当着王妈 没意思地 又去击鼓道 便是翻翻你一袋 又算的什么呀 叫我一次次订钱 我可没有这许多钱来订 昨天的小菜 已经买去三十几块钱 她不带我说完 便不耐烦地 打断我的话道 昨晚小菜 可不关我的事 我是一块也不曾吃到 这时王妈 便不该多嘴地 说了一句 真是的 少爷你怎么 说好了的话 昨夜又不来吃饭 害得少奶奶 今天一扫 便把小菜都倒掉了 可惜的 连玲玲都没有吃几块呢 贤不禁 圆睁眼睛 猛喝道 原来 你是把小菜 统统都倒掉了 我倒不甘示弱 便故意 装作不惊意识地 笑一声道 是我倒掉了又如何 钱可是我自己拿出来的 倒不倒掉 有的我 说时 朗布房闲 劈手一计 就打过来 我本能地把头一闪 耳光正打在后颈上 吓得灵灵 哇哇直哭起来 王妈也呆了 颤抖着嘴唇 不知说什么好 我这时也顾不得 大肚子不变 一头撞入她怀里 你打 你打 一面又把最挖苦的话 全都骂出来 我知道男人鼎横 说她不会赚钱 我就骂她 自己不会赚钱 还要叫老婆借钱 买酒买小菜 好不要脸 她说 你的钱又是从哪来的 还不是从我这地方 开油去的 我说 谁开你的油来着 是我自己写文章 赚的稿费 她说 那么以后 就靠你的稿费为生好了 别再向我要 我说 不问你要 天下倒没有这样的便宜事 我偏要向你算账 请你马上 把昨天的菜钱还给我 于是她不肯 我偏要伸手 向她大一带中摸 她仿佛有着亏心事似的 慌张失措地拖住了我 大家扭作一团 王妈不禁斗斗搜搜地直喊 少爷 奶奶 奶奶你且让后一步 当心肚子啊 贤 倒也望着我的肚子 又看了灵灵一眼 镜子 抢了大衣出了门 于是我哭了一会儿 又睡了片刻 利敏未尽 到了下午 便觉得肚子疼了起来 这次 我可真是把生死 置之度外了 我也不喊 我也不叫 直径 轻轻地关照陈妈 好好照管灵灵 自己 直挺挺地 躺到床上 心中仿佛 在等死 但出乎意外的 她傍晚五点多钟 倒回来了 看我睡在床上 便问道 身子 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我不禁一阵心酸 眼泪躺个不住 她也善善地说 以后快别这样胡闹吧 我是不知怎的 近来脾气不好 外面也常通人家脑架 昨夜是一个朋友请客 于白也在的 她最近决定说是 要到内地去了 我听着仿佛会有别心 泪也渐渐自己干了 就告诉她 我有些腹痛 她也慌了 身自懊悔 一面忙着 预备生产食用的东西 晚饭时 明华恰巧来看我们 她进来寄宿在朋友家里 不做什么事情 预备有办事 到内地去 我见着她 也不难为情 因为上次养 第二个女儿时 她也是在旁边帮着的 这次 她便义不容辞地 替我找这样 拿那样的 夜里请医生 也是她出去打电话 再在弄口 等医生的汽车 闲 只在床旁守着我 唯恐我胆小 白天里相打的事情 大家都忘记了 这一夜 还是她十年以前的闲 明华 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亲弟弟 我觉得幸福了 在民国三十一年 正月初四五夜 我养下了儿子 圆圆 一个骨骼很粗 很胖的小子 撑起来 足足有九磅多 眼睛乌溜溜地 落地时不哭 给医生拍了两戏 这才挖得吐出声来 声音很洪亮 乐得 闲连连拍着 王妈陈妈的肩膀说 老你们辛苦了 你们烧好糖面 快去睡 玲玲早已给抱到 三楼去睡 贤看见糖面捧上来 就要上去喊醒她来吃 我说孩子还睡呢 不必喊醒她吧 明天也好吃的 贤 满面笑容地 望着同样兴奋的 明华道 我早说 玲玲是个有福气的孩子呢 果然给她招了个弟弟 父亲知道了 不知该怎样高兴呢 我想起公共近日来信说 身体大坏 现在得知有了孙子 该比吃食贴补药 还要有效吧 也许她马上就会出来看我们的 这样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子 于是 贤当夜就拟好了电报 第二天 贤不曾出门 明华也留在我们家照料 孩子的身体结实能安睡 因此 也用不着这样忙 他们在空着无事时 便逗玲玲玩 当然 玲玲吃了很多好东西 到了第三天晚上 突然余白 差人给我送进来 说是今天 她要动身到内地去了 祝福我平安 并且希望我的孩子 长命百岁 她说她有许多话 不能对我说 不过总之 她是不想留在上海了 我看了若有所悟的问贤 玲白去了 丽莹不同去吗 她肯定的 而又故意犹豫地打道 恐怕不会的吧 我说 那么丽莹独个留在上海 将怎么办呢 她沉思了半掌 像是不愿说 却又不得不告诉我的 她们已经在最近离婚了 我默默装作睡觉的样子 她问我冷吗 我含吻地说 请你拿一件大衣 或什么再替我盖到被子上吧 她略意愁愁 也就装作不介意的样子 把自己的大衣 从衣架上取下来 盖到我的被上 当她离开房间时 我偷偷地伸手 到她的袋中摸索着 在一只皮夹中 我找到了那天 她慌张地按住我的手 不愿意让我找到的东西 那是丽莹的照片 她的脸庞是圆圆的 眼珠漆黑一片 像瞧着我 灼灼发光 二十四 都是为了孩子 从此 闲又天天出去 到半夜里 才回来 我也不再追问 她也不再向我解释 有时候 她似乎很兴奋 心想告诉我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每当她提起 丽莹的名字 我就把话头转向别处去了 只有一次 丽莹写信 来向我道贺生子 我便对她说道 请你有便 碰着丽莹时 给我道谢吧 关于于白的事 我希望她不要太难过 闲陡然拉长脸孔 怪不关心的 几乎要呵斥我道 于白 现在又与她有什么相干 我知道你是有心 说到这儿 她自己也觉得 接不下去了 就推骨 善善地走开了 明华现在 仍住在她朋友的家中 不过天天到我家来 替我照管玲玲 玲玲见了她 便亲热地扑过去 喊叔叔 有一天 我欺然对她说 希望自己迷遇后 能够找些事情做 问她可有什么办法 她似乎也懂得我的意思 只说 现在有什么事情好做呢 一切让她去吧 并奇怪的 便是个个来探望 我的亲戚朋友 他们也好像 都已经知道什么似的 长举眼 向房间周围一瞧 当然见不着闲了 便也不再问 只把说话声音 放得更柔和些 劝我 好好保养身子吧 这个乖乖的儿子 将来 可是了不得的 还有庸人 陈妈虽说是 顶笨顶老似的 也知道 更加地疼爱玲玲 说是 你妈妈将来 多靠你同弟弟两个呢 王妈 扇动着嘴唇 也是几次 想同我说话 被我用眼睛 严厉地禁止了 吓得她 又把话搜回去 家里一封封信 寄了来 都是公公亲笔写的 说是她已经 替圆圆去排个八字了 是愧疆日生的 富贵非凡 可惜未免硬了些 与母亲冲客 最好能够过房 去找一个寄养娘 我看了 也只是一笑 嫌仿佛真有些 相信命运似的 不仅覆着她的头 叹息着 眼睛叮嘱我 我说 公公也许到清明时 天气暖和了 会来吧 嫌顶头说 我也相信她 一定会出来的 只不知道身体 可不可行 我的心中 便生出另外一种希望来 有时候嫌 也常想 不要多外出了 对我说道 今天陪你吃夜饭吧 但不知怎的 到了下午 她又精神不宁起来 拿了本书 上三楼睡觉去了 不一会儿 又踢着拖鞋 下了楼来 手里 仍然捏着原书 仿佛 只不过发了几页 墨色在我的床前 紧打着哈欠 明华千方百计 想挑逗起她的兴趣 她也过于不去似的 勉强捅她敷衍着 我只默默 睁她眼睛尽瞧 到了四点钟光景 她终于是熬不住了 善善地对我说 出去附近 找一个朋友再回来吧 但是我早知道 她这次出去以后 不到午夜十一点多钟 是绝技不会回来的 后来果然证明 我的想法是不错的 明华只闷闷不乐 安慰我道 真是男人家 不得意时候 也是如此 也怪不得她 你有什么事情要做 尽管吩咐我好了 我微微点头 却也不道谢 好容易挨到满玉一天 因为人家送礼 我就问贤 该不该请客 贤 眉心打采地回道 你说怎样 不 不过就请一次也好 说着又出去了 没有留下钱 连提 也不曾提一句 明华知道我的脾气 恐怕明天又要闹 便自筹数半课 拿出五百元钱来 交给我道 这些 请你全写用一用吧 等她给你的时候 再还给我好了 明天且不必问的讨钱 我红着脸 值得暂时借下来 明天晚上请客的时候 闲 最后到的 县市有人查问 今天不知道 立英来不 另一个友谊笑了一声 说道 她恐怕 不见得会来吧 我听着心里 着实难过 想你们该是在 讥笑我木头似的 一些没有知觉吧 或许以为 我太老实了 没本理 但我要试问 在一个男人变心时 任你怎样 聪明的太太 可有什么办法 凶也没有用 老实也没有用 女人的力量 只能及于 爱她的人的身上 假如那个人 不爱她了 眼泪 图足着人赠艳 笑容 也使人难受的 还是趁早 识相些吧 把自己 隐藏在黑影里 误作声息 让她瞧不见 听不到你为止 到了晚上 客散后 立英独自来找我 闲去不知 在什么时候 假装送客 溜了出去 我疑心他们 是讲好的 她态度很扭尼 但极力震住 使自己能够坦然 一面笑着对我说 有孩子的女人 很幸福吧 我说 那也要看幸福 能坚持多久啊 她说 但是全凭你自己 去努力的 我说 假如另外有人 也在努力着 想夺你幸福呢 她不禁念如了半掌 说道 那也没办法 因为人类 都是自私自利的 人类 真是自私自利的吗 我拼不 从此 我知道闲事靠不住了 但是为了 维护孩子的幸福 我的忍耐 天下可没有 中途变心的母亲了 瞧 圆圆的酒宴多深呢 小腿多胖 她现在 虽只懂得云辱 但是我相信 她将来一定会懂得 世界上最深奥 伟大的东西 玲玲 则是娇小伶俐 一举一动 都惹人灵爱 就是说 我的大女儿薇薇吧 我虽然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见到她 但是我知道 她的举止是文静的 读书是聪明的 将来也是一个好女儿 我时时 心问口 口问心 自己打量着 觉得一个女人 可以不惜 放弃十个丈夫 却不能放弃 半个孩子 她们都应该是我的 是我的呀 我要抚育她们长大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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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把 玲玲打扮得 格外俏理 圆圆 也是很清洁的 春天到了 我穿着件 浅红薄泥夹鸡袍 外加一件 纯黑窄腰的长大衣 王妈替我抱着玲玲 我自己把圆圆放在 海车里 一路推着走 路旁的人们不知道 还以为我是快乐幸福的 年轻的母亲呢 殊不知 我的心里又气又悲哀 天天打算着 如何弄些钱来买小菜 米莓 则是现成的海油 不过吃完了这些后 又该如何 也就不得而知了 我对贤说 每月用多少钱 你种得给我一个固定的数目吧 省些不要紧 我就照着你所定的数目 去分配一些 但总不能凭你 高兴时给几钱 不高兴时便一文不给呀 贤说 我可没有固定收入 所以 也不能给你固定的数目 你爱怎么 便怎么 我横竖 不大在家里吃饭 我听了 便责备他 不该如此不讲理 假如我也像你一样 只管自己在外面吃饱饭 不管家里是不是够用 孩子 与庸妇 又该怎样呢 他说 那 也得只由他们去 你有班领 你自己去管好了 老实说 就是向我讨钱 也该给我一副好嘴脸看 开口就责问 仿佛天生欠着你似的 这些钱 要是给了武女向导 他们可不知 要怎样地奉承我呢 我听着当人生气 可钱 是顶时用的东西 生气 也得问他要 于是 我便顾不得羞耻 对他 对他讲了许多奉承的话 他也知道 我言不由衷 仍旧 没给我好颜色看 有时 苦苦哀求来 三十五十元钱 倒有一部分 仍旧花在他身上 大部分 给孩子买东西 我自己除了每天 吃两顿白米饭外 其他的享受 可是一概没有 亲戚朋友 瞧着替我气恼 大家都说我太老实了 为什么不如此 同他交涉 不许他这样 不许他那样 但我知道 一切都没有用 第一 他近来真的变了心 你不许他 他偏要干 便怎样 第二 就交涉 也不得结果 他目前在失忆的时候 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同他闹 他也不怕失面子 旷学夫妻间的事情 也绝不是聚礼力争 能够得来的 情又必须出乎他的本意 众人只能说些 豪意的风凉话 谁又肯真个 帮助你 同丈夫闹起来 至于借钱 更不必说 因此我仍旧 受辱受气 苦挨着 有时候 嫌也稍有良心发现 不能完全无动于衷 他焦虑不安的结果 就是拼命地痛饮 一面频频回头望着我 和孩子们叹息 有一次他醉了 拉着我的手说道 青妹 你要救救我呀 我做错了一件事情 如今 毁也来不及了 你要救救我呀 我不禁 也莫名其妙地 流些泪来 几分体的烦恼 几分体的委屈 却是大部分心思 替孩子们忧愁 于是他便常常 在家里晚餐 我知道 我的机会来了 故意装作 不经意识地 说起先奸后取的婚姻 靠不住 又说凡是离婚的女人 在嫁后 便不能拿出真心 来爱丈夫 因为她的内心 已经给以前 父亲的男人吓怕了 她的在嫁 许锦是为了负气 争个面子 给前夫看 说得闲 心里更加活动起来 但是我知道 自己所说的话 其实都是违心之轮 真曹与女人 真个又有什么相干 一个靠卖淫 来养活孩子的女人 在我看来 不定是最伟大的 神圣的 聪明人中的一个 但是丽英 毕竟是放弃女儿了 我不知道她是为什么 我很替她惋惜 但在嫌的眼前 我因为别有作用 却不得 不把这个事情 说得特别不堪 我说 假如一个女人 生过孩子 已经七八岁 再同别的男子 讲起恋爱结婚来 这还成什么话 除非这个男人 是不要体面的 不然 在背后给人家指指点点 说这个女人的历史 说到这儿 嫌的脸孔便拉长了 连脖子都通红 第二天晚上 丽英果然又悄悄 跑来看我 嫌仍旧不在家 她穿着一件 半旧的碎花夹鸡袍 形容显得憔悴 见了我 半上开不得口 最后才毅然对我说道 我觉得我很冒昧 最后 有句话 想请问你 你究竟同闲 还是相爱不呢 我的腹中连声冷笑 但面子上 却仍旧装得 很诚恳地回答道 我相信我们 一向是相爱的 她默然扮傻 只得老实说出来 你觉得她 她真的靠得住吗 因为她对我 她通我 别人 我连忙截住她的话道 我是十分相信你的 也相信她 别人的话 我是绝不瞎听的 我们原是好朋友呢 她无可奈何地 流下眼泪道 我 一时错了主意 已经 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我恶然站起身来 觉得一切 都改变了 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请她去做贤的太太吧 我可与贤 从来没有十分快乐地 相处过 从最早 结婚之日算计 我们就这样 零零碎碎地 磨伤了感情 现在大家 苦挨着 已经快过去十年了 十年的光阴呢 就是最美丽的花朵 也会退掉颜色的 一层层 扬上人生的尘埃 灰暗了 陈旧了 渐渐失去 以前的鲜明和活力 花儿有开 必有谢 唯有果子 是真实的 让我带去我的孩子吧 停会儿 我自会对贤说 我情愿离婚 可是贤却坚决地 回答我道 我不能失去灵灵了 还有圆圆 还有巍巍 还有你 青妹 我不愿意离开你的 丽英轻耳听着 颜面出去了 不久 听说她剁了胎 悄然离开了上海 贤却更加的酗酒 发起脾气来 我想 丽英去了 是件好事情啊 我得忍耐着 等她会阴转意 但是她仿佛 把所有的怨恨 都放在我的身上 因为她 是为了我牺牲了一件 极其重要的东西 要求我赔偿 要求我补足 要我把一切贡献给她 凡是我所有的 我的能力 所能够做到的 只是不愿再养孩子 她住在楼上 我住在楼下 有时候 她很迟很迟地回来 我听见她的声音 却不敢跑上去瞧她 有时候 她全夜没有回来 我竖起耳朵听 心里有些悲哀 但却绝不提起询问 有一次 她惨笑着对我说 现在 我可明白你的心了 我这次上了你的当 你实际上并不需要我 只叫我替你挂个虚名 来完成孩子们的幸福罢了 她又说 我要报复 我要给你些苦头吃 从此 你可休想向我讨一文钱 因为 你不尽妻子的义务 我又何必尽丈夫的义务 我想 这可是完了 当晚便详细地写了封信 给公婆 说是在乎生活难过 闲又如何如何地 同我作对 末了又说 习命薄如斯 生无足恋 死已不惜 其如 幼子尚在抢宝盒 信寄出后 我希望公公会有一个办法 或者是逼着闲 规定月费 或者就让我 带着玲玲和媛媛 回到恩城去住 不料过了四五天 闲就接到一封公公的来信 把他选择万端 说公公自己不日 就要拼着老命 要与他来理论 闲把信看完 就向我一丢 叫我自己看 我看不上两段说 哎呀 他自己可是出不来的 老人家身子 不待我说完 闲就铁青着脸孔 站在我面前 鼻子哼着 没有发出声音 一咬牙 举起手 我就知道他的来意 我也笔直正对着他 等待疾风般的手掌 打下来 没有闪避 不落一滴眼泪 他通红着眼睛 狠狠盯住 我发烧的左夹 我也望着他 暗中切齿 两个人巴不得 互相吞噬对方 才会痛快 夫妻的情意 可说是完全地消灭了 他的声音忽然暗哑下来 用手猛然扳住我的肩膀 连连地摇晃 你怎么不哭出来 或者快打我呀 我欺人推开他的手 自把眼睛 放向天外道 没有什么 请你原谅我 于是贤说 下午快打个电报 去阻止他吧 叫我另外 被一封信解释 他说 以后我给你钱就是了 无论去抢 去偷 绝不少你一文 我默默寻思着 心想 这可不是钱的事了 我无论如何 不再与你通知 正想说明 王妈却送上了一封电报 说是公公病重了 第二天 闲要动身到恩城去 我交给他一封信 内容是对公公解释安慰的 他也伸手摸出五百元来 交给我 说是这次替父亲之病 需用钱 现在 我只能先给你这些 横竖 我去了不久就回来 我默然收下二百元 把其他的三百元 退还给他 请你多买些东西 给公公吃吧 我这里 自己会想办法的 说是设法 其实 我也绝无把握 只是把陈妈 先辞结了 日间 我带领两个孩子 晚上 独自 写着文章 稿费 千四二三十元不等 我常常独坐电灯下 只写到午夜 说天的夜里 闷热的 我流着汗 一面写文章 一面还替孩子们 惊惊打扇 不然 他们会从梦中 醒过来 打断我的思绪 而写灯写完 都快要到五更了 但是我虽然这么 勤于血 编辑先生 可未必都是 勤于灯 有的时候 选灯倒还迅速 但是稿费 迟迟不发 倒害的我 真是望眼欲穿 我很想到商业机关 做个小职员 他们说 必须懂日文 从此 我便在晚上七点钟后 到日语补习学校 练习绘画去 那时候 王妈已经收拾好碟碗 替我照管孩子 在校中 我遇见了一位 德国留学过的女博士 曾和医师 她是生的这样的美丽 举止高贵 态度 慈祥万分 渐渐地 我同她熟了 我知道她的身世 她是青年 与丈夫离婚的 因此特别容易 同情人家 也非常了解 社会情景 我把我的结婚经过 统统告诉了她 她真的非常了解 别的朋友们 因为太幸福了 不能把人家的痛苦 放在心上的 他们有时候 也追问我 但却把这些资料 拿去天之待业的 当作茶余酒后的弹注 但曾和医生 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写得疲倦了 也常发生厌世念头 曾和医生 总是温存地鼓动我 说是 有了孩子的女人 是任何困难都不怕的 因为天下 绝没有逃避责任的母亲 她似乎 很喜欢我的孩子 起初 我还以为我的孩子 特别生得 逗人恋爱的缘故 直到有一天 我瞧见 她通一个焦黄脸孔 拖着鼻涕的女孩 在拉手阴近的询问时 我才明白 她的慈爱是天性的 原来那个女孩 在继父家中过活 娘为了她 受了不少委屈 因此 亲娘不免憎恨她了 每遇到她患病来诊时 曾医师 总是把药品 亏本卖给她 因为怕药费贵了 继父 就不肯允许她求医 一个光明的人物 能够增加 无数不幸者的 生活勇气 我至今不能忘怀 那位曾医师 因为她不仅在患难中 救助过我 而且还尊敬我 使我知道 向上努力的好处 我知道 一个漂亮的小姐 厌恶地掩着鼻子 给烂角乞丐一文钱 那是激不起乞丐的 愤怒和报复心理的 久而久之 成了习惯 忘记耻辱 永远厌着接来之事 唯有用热心与尊敬 来鼓励不幸的人 是世界上最大的帮助 它使我认识了人类 最大最深的同情 我于是坚决地活下去了 夏天过了 凄凉的秋天 又一番到来 嫌久久 没有消息 我几次寄信打电报 去问公公安否 她总是不回应 我疑心 恐怕连公公 都不能原谅我了吧 我像给众人 撂开在一旁般 在曾和医师的支援下 只苦守着一对儿女 有一天圆圆 突然发热了 脸上隐约有红的斑点 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 她仍旧能够吃奶 能够玩爽 我也不在意 到了第二天晚上 玲玲也给传染了 那个夜里 我仍旧写着文章 灯光仿佛淡黄无力般 照得人凄凉的 两个孩子都把嘴张着 鼻息羞羞 眼睛似乎翻了起来 我的心中一阵阵的酸楚 心想 自己辛辛苦苦所为何来 一对儿女都患病了 也许更要将同时失去呢 这又将是如何的难堪呢 于是我想到命运方面 难道是自己八字 太硬了 招不住孩子吗 后来又想 毁不该不早日 把他们放弃了 如此不但成全立英 而且成全立英的胎儿 也许同时 能够是闲幸福吧 想着想着 天已经亮了 还是出去打个电话 给曾和医师吧 有了患难的时候 我不惜而然的 总会想到的 我不能忘记 他是如何接到电话 并匆匆地赶来 诊断确定 源源患的是肺炎 灵灵尚无大碍 我把他们抱着 背着 足足忙活了半月之久 王妈也支撑不住了 曾和医师 又给我设法 介绍个老妈妈来 她的牙齿已经脱光 年老人 总是重男轻女的 况且源源病得又厉害 因此 她自至小心地 伺候着源源 日夜 与我轮流 背着她抱着她睡 源源的病好了 我也不忍心叫她再离去 我们就是天天 一饭两粥地 咬着菜根度日 幸好 这两个庸人都很好 没有半分的怨言 在一个落叶 萧萧的傍晚 我匆匆送着稿子 到报馆去 正走机 忽然一辆双座三轮车 从我身旁 急驰而过 上面端坐着 一男一女 怪亲热的 我觉着自己心中 十分地难堪 一样的都是人呢 怎么我就过不得 甜蜜生活 参与的青春 已经不多了 他生未卜 此生休 我一路上 迷迷糊糊地想着 渐渐地 脚下似乎 也感到轻松起来 前面的马路 则像是往上浮 越浮越高起来 天空 显得冷清清的 树叶子 满空掉下来 聊得人眼花 我的心 只跟着晚风晃动 我一步步 踏过去 似乎要跌倒了 于是只得忍痛 雇辆黄包车 坐回家来 忽然几声轻壳 吐出了一口 带着咸味的鲜血 我是完了呀 但还不甘心 试着再咳几次 口口都带着血 把王妈老妈妈 都吓呆了 紧张地站立着 我站在S光镜前 曾和医师 静悄悄地对我说道 是肺结核呀 虚打空气针 你把婴儿先断奶吧 这几句话 轰雷般直刺进我的心房 我默默地听着 他的话退出去 陡然觉得外面的世界 起了无限的依恋 一片法国的乌桐叶子 掉下来 我轻轻地把它拾起来 端详着 造物 为什么有生必有死啊 我不忍丢弃她 因为我相信 她或许还有些气息 在留恋着片刻的残生 回到家中 我把这话 对两个女佣说了 托她们照顾孩子 自己把被褥 用具统统移到三楼去 从此 再不能通圆圆亲吻了呀 也不好再替玲玲喂饭了呀 我怅然想着 心中只觉得阵阵凄凉 夜间老妈妈给圆圆吃奶粉 我听紧哭声 悄然下楼来 站在她的房门前 是婴儿所母乳的声音呢 一种迫切需要 而达不到的苦闷的发泄 嫌也许同样在苦闷着吧 我现在已经什么都不能给 什么都没有力量了 弹簧锁着的门 只隔着一种板 用纸弹几下就可以开启 但是我的病与健康之隔呀 何日才能够取消 可以让我自由地 亲近自己的骨肉呢 我痴痴地站立门外 一心只想地扣进去 把她轻轻地抱着哄她睡 但理智压抑着我 不得不紧紧 扼住自己的手腕 我只得硬着心肠 沿着耳朵 静字 跑回三楼去 渐渐孩子们都习惯了 老妈妈领着他们 姐弟两个在天井中玩 我在三楼推窗望下来 向他们招手 老妈妈只给他们看 他们一扬起圆圆的小脸 灵灵跳跃着呼喊 妈妈 我只觉得这是一种 残忍的娱乐 因为他们不能上来 我不能下去 亲近的欲望 因招手而面条起来 但却又没法满足她的 当中 隔着的可是病菌 而不是楼梯呀 嫌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随便她娶立英也好 随便她娶别人也好 她总该有一个太太 孩子总应该有一个负责照顾的人呢 后母即便要虐待 总也不过是皮肉痛苦 不比同我在一起 随时有传染肺结核的可能 若传染了肺病 可是毕生不得了的呀 好容易有一天 贤终于给我盼到了 她的腕上围着麻丝 我不由她大惊盘问她的 公公现在可安好吗 她待着我扮掌 忽然豪哭道 再不要同你见面 也再不要同丽英见面了 你们害死了我父亲 可怜我父亲在临终时 还口口声声怨恨着我 叹息她不可能瞧见 圆圆长大了 我说 我正等你回来办离婚手续 既然如此 今天马上进行吧 她恶然瞧了我半晌 冷笑道 我早知道 这几个月中 你定找到了如意郎君 不然 这些人的生活 又是怎么过的 于是我们讨论着 如何办理离婚手续 我说大家也不必登报声明了 走开就客客气气地走开 用不着请律师 只要找个朋友来证明便聊 玲玲听见我说 便赶快拿一块大手帕 包玩具去 老妈妈问她 这可做什么呀 她说 妈妈要去了 我也跟着走 只有圆圆不知道 她还露出深深的笑眼 跳摇着 愿她永远跳摇着吧 忘记世界上 曾经有过这样不幸的母亲 我真太对你们不住 太对你们不住了 微微 我也不能再向她作别 她是早您跟着祖母 为愿祖母健康长寿 常照管她 还有那个死去的二女儿啊 我是时时向你忏悔的 现在 也许再不用多忏悔了 让我到地下来找你吧 好好替你做些事 以补偿 之前的万一吧 但是亲友中 谁也不肯替我们 做签名做证人 生怕多事 仿佛一对夫妻 无论如何受着委屈 也是应该的 有些人还责备我 太忍心了 抛而扁你的事情 亏你做得出来 我默默 更不予说明 因为对着这种 不是没脑筋 便是没心肝的人 说了 也无意 最后我灵机一动 马上就想到这位 患难中必须想起的朋友 增和一事 我对贤说了 我们就同到他家里去 告诉他 请他帮忙 他的眼泪掉下来 几个小看护 也都哭了 但是结果 很爽快地答应 签了字 于是贤先退出来 他留我打眉静脉针去 看护们颤抖着手 来帮忙 针头直刺到静脉管外了 皮肤骨胀下来 他说 哎呀我真该死 忘记自己是医生 怎么可以感情 冲动到如此呢 于是他严肃地 替我扎好了 道过歉 拉我到沙发上坐钉 他说 现在我可以问你了 你以前有没有爱过人呢 说真话 我告诉他两颗樱桃的故事 但是仿佛那不是我 年代长远了 印象模糊了 他脸对着我正色说道 那么我就终告你一句 假如你再碰到应急迷 你还是不能统他结婚的呀 不 你同任何人都不能再结婚 直到你的肺病痊愈了为止 他的脸庞是美丽的 举止是高贵的 态度又是这样的慈祥 像一个白衣天使 在我面前宣读福音 我忽然起了宗教的前程 心中茫茫 只想跪在他的脚下做祷告 愿贤幸福 愿我的孩子们幸福 愿婆婆幸福啊 十年的往事都像云烟消散了般 忘记我 让我独自在永恒的光辉下 悄悄地替你们祝福 后记 首先的声明 本文不是自传 只是自传题小说 其中有许多人物是虚构的 有许多故事都是凭空溢造的 但是还有许多自认为是好材料的 却不能收进去 原因是 这故事描写着现代 说的话有些避讳 从十一章以下 曾通通改过的 这是一件吃力又不讨好的工作 毕竟还是做了 书中的女主角 在结婚十年中 几乎不曾合理的生活 到头来还是离婚了 我相信 她以后仍旧不会好的 生在这个世界中 女人真是悲惨 嫁人也不好 嫁了人再离婚 出走更不好 但是不走又不行 这是环境逼着她如此 我知道 一般女人所认为 必须离婚的环境 第一是丈夫动手殴打 第二是 而且故意做男 不给她生活费用 假如只有前者 女人还该看在孩子 及吃饭的份上 勉强忍耐久而久之 成了习惯 也就不大以为苦 假如丈夫 只不供给钱 待她的情分还不错 则女人 也可以努力地谋生 有着孩子更热心 又何至于离婚呢 至于丈夫的爱情 不专一的问题 我却以为 爱情本难专一 专一而永久 其办不到 做太太者 起初得知了 随不免哭哭吵吵 但丈夫能边哄 边给些钱 也就算了 喜心厌旧 随人之常情 有了新人之后 便虐待旧人 免之唯恐不及 却未免有伤忠厚了 待爱人或太太 也该如同旁人一般 不必奉之上天 也不必 踢之入十八层地狱 要发脾气时 不妨再替别人想想 这样 也就差不多了 至于女人方面 我知道男人 是不怕太太庸俗 不怕太太无聊 不怕太太会花钱 甚至太太丑陋 也还可以忍耐 就怕太太能干 而且叫她为强 照社会上一般的观念 女人在男人跟前 似乎是个弱者 至少也得装得弱一些 甚而至于 十足健康的女人 对于男人 也像是一种侮辱 没有一个男子 肯当众承认 他的身子 够不上他的太太的 因此 费病美人临难遇 倒不妨惹人爱恋 而风鱼的宝钗 反而使人缺乏想象 女人不妨聪明 但却不可能干 能干在家世上 有自可恕 若在社会事业上 也要陷进才能 便要使男子 摇头叹息 还有女人 也不能有学识 因为一般男子 也是无顺学识的 他们怕太太 发出的议论 叫自己高明得多 自然真正有学问 有见识 有能知识的男人 是不怕太太有本领的 不过这类男人 似乎不多 因此 能够浅薄变好 武则天是能干的 他嫁给唐太宗 本可以说是配得恰好了 可惜太宗已老 不能长久地与他共处 以后到了高宗手里 这样一个不中用的男人 他如何能够服帖 庐陵王是他掌中之物 不必说了 于是他做了女皇帝 在事业上 成绩已经登峰造极了 但是爱情上 却更没有办法 他只能言乱 如张长松之流 都是给他嫖的 当然他嫖得不痛快 潘金林 也是能干的女人 她在做五大老婆时 何等的泼辣 但嫁给西门庆便贴服了 骂骂打打也不要紧 反而感到自己有一种女性的屈辱 让他满足 王西凤有本领 是人人知道的 但是 贾连挤不上他 因此 任凭他的面容俊俏 也宁愿喜爱平儿 任凭他的体态风骚 也宁愿调戏多姑娘了 这不为别的 就是因为王西凤 胜于贾连 而平儿于多姑娘 不如之故 男人不想自己努力向上 是鼎怕女人要向上的 其他还有 使夫妻容易离婚的原因 便是分床 从前的人 睡的是大凉床 从结婚之日起 一直同睡到老死 因此 上半夜吵嘴 下半夜便和好了 如今夫妻 则是崇尚阳派 动不动分床 甚至于分室睡 吵过嘴以后 谁也不肯去迁就谁 尤其是女的要搭架子 于是男人便想 要同女的在一起 机会多得很 谁又高兴稀罕你 这黄恋婆来着 女的也觉得 自己的账户 太不看重她了 好在年轻貌美 到外面去 不怕没有人赏识 渐渐的大家都 怀恨记在了心 本书中男女主角 其实都不是 什么大坏人 而且其实 也没有什么 必须分离的理由 然而因为 现代的社会环境 太容易使 青年男女离婚了 于是他们便离了婚 以后男的 也许会放荡几时 玩得宴了 另外结婚 女的也许 致力于事业方面 也许很快就嫁人 是福是祸 且不管她 总之 他们都是会活下去的 所可怜者 无非是几个孩子 微微跟着老弱的祖母 不知能够过得多久 玲玲虽然 拿起了手帕包的玩具 来说跟着要妈妈 但结果还是跟不成 留在家中 将佣人们带着 自然不免 好好歹歹 圆圆则是 根本不认识母亲 大起来 也许会听信 爸爸的宣传 说你娘 如何如何不好 也许 只是凭空想象 把妈妈看作天上的神秘 自然 这些观念都数不对 不过 就不对吧 可也绝没有办法 据一位朋友告诉我 某小学老师 曾出一个作文题目 曰 我的家庭 其中有一个女生 叙述得很好 说她的父母 是如何如何的相爱 家庭空气是和暖的 生活是快乐的 老师起初还信以为真 不料后来经打听结果 是原来她的父母 是离婚的 她起初跟着父亲住 后来因为母亲虐待不过 便自逃出来跟了母亲 再后来母亲也另嫁人了 继父虽然带她很好 但孩子家也知道没面子 居常样样不乐 不大出来同别的孩子玩 更不肯让同学们 走到她的家里 她的功课是好的很 原来孩子们 也希望父母 能够永远在一块 快乐幸福 我不能想象一对男女 在签离婚剧的刹那 将如何地想起 从前披着婚礼服 缓步入席时 众人都纷纷站起 把红绿纸屑一起 向他们纷纷丢 飘得满堂都是 在家大的孩子笑啊 跳啊地嚷着 看啊 新娘来了 新郎来了 于是他们便含羞地微笑着 仿佛两个人一起 已经成为宇宙的中心 然而现在 这整个的宇宙 便如此地容易破坏 我带着十二万分的惋惜 与同情之感 来写完这篇《结婚十年》 希望普天之下的夫妇 都能够好好地相互迁就些 能过的 还是马马虎虎过下去吧 看在孩子的份上 别再像文中的男女 这般不幸